无形形成自我审查 形成社会的寒蟬效益 例如印刷业及广告代理业等 主权的争议可以由台湾的民主作主 但是我们却不能容许外资无形的操弄 重上两岸福报协议对台湾必大有力 谢谢大家 请正方三面上台资讯 各位好 官方先确认一下 您方说我论你建筑在一个前提 就是我国对大陆的单向依赖非常高 对不对 官方先请教一下 福报协议导致这个单向依赖变得更严重了吗 您方我论在这一点吗 我们的推论就是 如果今天大陆对台湾进行尊重而让地 我们把更多的资金更多的服务送往大陆那边的话 这个 官方先请教一下 是 现况之下我们的依赖率是它吗 对 那请问您认为福报增加多少的影响是什么 这个我们都没有办法合作 您都不知道 好 官方那我方在一遍答遍不是没有告诉您说 福报协议说不定反而会降低我们对大陆的依赖 您方的举证刚刚在答遍的时候听得还不是够清楚 你帮给他二遍可以进行举证 好 官方这一份是美国的UL它的设计实验室 他们探准福报协议开放产业 以及两岸检测结果相互接受合作的关系 所以呢他觉得来台湾就不少意思来投资台湾 咱们这是不是服务贸易协议导致外资更愿意来投资台湾 这样可以 你可以确认一下这个例子可不可以 我知道有一些人会看准中资入台 觉得说台湾可能是跟中资是密切的市场 所以想要进来台湾借以跟中国合作的一根嘛 咱们这是不是减少了民放中国单向依赖的问题 对 这民放后面要继续 通过单向依赖是什么意思 就是中国单纯的任意 所以对方没有有其他人需要我们是不是就表示我们比较不依赖他了 对 你刚刚举出的问题 对方没有问另外一个问题 对方没有请教一下 我们要如何减缓现在已经40%依赖的问题 我们目前有办法减缓 但是我们认为不可以在一起 对方没有办法解决 对方没有不好意思 服貌可以解决 对方没有 对方张家鑿说 签署了服貌之后呢 国家有机会跟其他国家签计FTA 他指出了 他指出了 因为我们的服貌减缓 导致目前已经在跟台湾要签计FTA的国家暂缓了 签证过程 那么请教一下 请教一下 我问一下我的逻辑 我能跟其他人签FTA 也是不是就表示我们跟其他人更密切 我们跟大陆就比较不密切 那你知道我们可以跟其他国家签FTA的事情吗 先确认一下这件事情 来帮我们讲解第二阶段 请大家热热的掌声欢迎 非常深的感触 那我想今天呢 就从这边来跟各位报告 那当然我本人在今年二月到行政院服务 之前呢 这个都是在经济部担任不同的局务大概都跟贸易政策以及贸易谈判有关 那我想我们看下面一件 这个大家都非常清楚 中间这个照片 就是今年的太阳花学院的照片 就是因为实际上 在台湾其实没有必要 在台湾其实我们没有必要对于这个太阳花学院把它想得太负面 其实我们可以了解这个年轻的人对于全球化底下他们的未来必然有焦虑感 对于很多的转变也有不确定的这个感觉 大家如果看到 我随便上网我们去标几个镜头来看 从1999年的Ciano MTO 部长会议 对于国家来看 其实欧洲他们前几年从伦敦开始的年轻人的暴动 因为欧盟的经济状况实在是不好 所以他的年轻人失业的状况非常的高 而且失业的时间很长 即使在美国2011年也从华尔街 或是占领华尔街 到占领华盛顿DC 也都有过 那如果我们以regional FTA来讲的话 各位现在都知道 我们大家在讨论的时候 还羡慕韩国 韩国是唯一的一个主要经济体 既跟美国又跟欧盟 也跟东西国家分别都签了FTA 但是他的论文也不是那么平顺 他在这个照片大家如果记得的话 2007年韩国跟美国在谈判FTA的时候 有大飞活的年轻的学生跟农民的示威 这个示威我们可以讲是暴动的心态 那各位可以看到国际这个画面 就跟台湾平和的示威有不同 那日本是在去年加入了TPP的谈判 其实日本去年到现在 其实还有很多人对于 是不是要参加TPP谈判 包括一些知名的经济学者 都认为这个可能是他们最大的错误 也有不同的示威 墨西哥跟美国以及加拿大 签训了马法兰已经二十几年了 这个是墨西哥今年大规模示威的场景 所以如果摆在全球的这个比较上来讲 其实我们台湾今年太阳花学运 对于一些对外贸易全球化 以及两岸的我们来表达不同的意见 应该是属于可以理解的 所以今天呢我跟各位的报告 大概分为这么五点 首先我们从两岸的金保的合作 以EGA法的谈判以及福报协议为例来说明 然后我们讨论区域经济整合的趋势 以及我会加入TPP RCEP的机会的挑战 以及对我们的影响 还有我们的规划 然后呢我希望呢 在我的这个说明跟报告之后呢 我们很高兴会有兆风银行的蔡友才 在董事长来讨论金融业在这个 福报协议里面的机会跟挑战 然后我们有Q&A 所以我想如果各位对于这个题目有任何这个疑问 或者就是任何指教的话呢 我们可以在4点10分Q&A的这个时段 大家来讨论 首先简单的跟各位报告 其实呢这个干门店老师也有犯趣的 就是我们为什么要签EGFA 以及做学习 乌克宝人的中国大陆 已经是学习的第二大金融丁 第一大同学 是我们的第一大市场 所以 对我们来讲 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要顾法 我在想这个前年就说 有参加一个同学会 那个时候我们是 我对于我们副总统做 市政院长他 有人就问到 这个我们 中国大陆已经是我们最大的市场 那我们还要跟他签EFA 是不是把所有的鸡蛋 摆在一个篮子里面 我觉得大不大 他说 我们单人知道 不可以把所有的鸡蛋 摆在一个篮子里面 但是如果我们 中国大陆跟香港 加在一起 对我们的货品 出口 大概是39% 不是 所以他说 如果我们有一百个鸡蛋 有40个鸡蛋 是在这个篮子里面 是不是要先把这个篮子顾好 而 而 不要去失望 顾到别的三个五个的鸡蛋 然后 一打打坏40个鸡蛋的篮子 所以我觉得 很务实的来看待的话 中国市场 中国已经是我们最大的市场 我们也必须 要顾好这个市场 当然 中国大陆跟台湾的贸易关系 如果能够制度化 对于台湾未来参加 国际经济整合 这是非常有利的 非常明显的就是 2010年的时候 我们两岸签EFA架构协议 那2010年开始 新加坡 2011年开始 有西南都跟我们谈FTA 实际上是在去年 有西南跟新加坡的FTA 都分别的谈大完整 然后送到立法院的审议 最近两个国家都生效 这个对我们参与未来 国际经济整合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 可能很多国人觉得 有西南都市场那么小 对我们不是那么重要 当然新加坡是我们 非常大的贸易伙伴 但是讲起来好像 也不像美国欧洲 或者日本那么重要 其实如果我们从法治面来看 很多人忽略了 这个是台湾非常重要 参与国际经济整合的一个 因为在我们跟 有西南跟新加坡 签FTA之前 大部分的国家都认为 跟台湾没有邦交 是永远不可能欠FTA 送国会审议 然后作为国际间有效的协定 我们也在跟大家说 我们其实我们不要去管道 各人啊都不要 不要管道国家承认 即使以WTO 一个会员对另外一个会员来讲 我们按照片的24条 或者片子定义一条 方方有权力签FTA 然后呢 必须要执行 这个是WTO价格相机 我听听 觉得 西北有道理 但是 觉得左下场 没有看过 有这样自己做的 所以很多的国家 而且 从他的观点来讲 台湾如果 不是把它承认一个国家 台湾有没有资格 跟来献一个 国际间有效的协定 他们很多的国家是报警 反应的会 但是在我们 柳西兰跟新加坡 签了协定 而且分别生效之后 各位可以想象到 有多少国家 所以这两个国家去联系 要求 去说明 他们国内的法制程序 以及法律的基础 怎么样跟台湾一签FTA 因为 这两个国家 其实 也不是这两个国家开始 中国大陆 我们签了FTA 就是 培个法之后 我们双方都正式的通知了FTA 都受到了RTA committee RTA委員会去审议 所以 这两个国家 跟我们签了FTA之后 我们双方也分别通知了FTA 正式的去通知FTA 所以 新加坡跟纽西兰跟台湾签FTA 在我们台湾跨入国际经济整合 跟别的国家 签FTA这一道路上面 非常重要的提供一个 实际上 特性的一个法律的基础 这一点其实很多国人 不太有感觉 那其实这是非常重要 这个可以说这是 过去二十年来 除了2002年 我们参加WTO 做我们正式的会 最大的一个发展 那 2002 对外国也有很多人 不太清楚 我们其实既然参加了WTO 我们为什么现在又是要 等到FTA 其实我用一个很简单的理由来讲 2002年 我们参加WTO 我们做一个废面 这个好像是我们的问题 在国际经贸社会里面 拿到一个身份证 在这个之前 很抱歉 我们跟很多国家贸易谈判 我们其实是以 在陆会之前 都是没有罪惠国 带领以下 双边的谈判 双边的谈判 而美国 是以外国家贸易谈判 这个设限 第一个就是我们主要的成绩 第二个我们跟你谈第一个 永远的智慧 你去找日本盘 把日本盘了之后 我们看了一个结果 就是当日本盘 日本 就不会答应 这个自我设限 然后他在找我们 然后他还要找另外两个大国家 就是 德国跟瑞士 那他说 他说 亚洲国家贸易谈 我在日本盘完之后 我们谈 我们也知道 我们真正的条件 比瑞瓶少一点 我们也同意 然后他在找 德国谈 和瑞士谈 Norway 你今天跟我实施任何措斜 我明天就到了 我不谈自动化的事情 美国增长了很久之后 这两个国家不跟他谈 美国竟然也就退下去了 到四个国家谈 前四大 只有两个亚洲国家 跟他谈出来 为什么 因为 欧洲国家 跟他 依法办 日本 可能是因为日本 这个民族的个性 比较不整 他不忽 他愿意妥协 在我们来讲 我们基本上 没有选择 所以 加入了WTO 之后 各位知道 我们也启动了案子 就是欧盟 欧盟在ITA 底下 对于若兰的产品 他认为 執行上面 他有分级 比如讲 台湾过ITA 这个资通讯产品 我们做monitor 彩色的 我们叫做 这个显示器 但是 欧盟就觉得说 19寸以下 是电脑 19寸以上 都是看电视的 他就自动的 19寸以上 看电视 把 最大 14 很大 14 后来 怎么觉得 就大 我觉得我可以 20寸 30寸 我50寸 难道不能做 电脑用 没有吗 我很可 很多professional 如果 design a graphic design 我还很大 欧洲 不同意 我们就联合了 美国和日 共同 到显州 欧盟 我们就打赢了 他在重害 比他的政府 和措施 2002年参加 台湾 WTO 是我们拿了一个 正式 好像 国际 国民身份 证 从此 跨离 欺负 这时候好像在台湾 你想想看 如果说今天是一个 非法的外导人 在打架 他掌握台湾主动的 告语 监察局去 告语 警察局的第一个事情是怎么样 是他自己被扣打起来 因为 武裁 没有核心 所以 台湾在2002年加入的外体友台后 任何人 如果对台湾有 歧视性的概念 我们可以去控制 而且我们 用过这个权利 但是 FTA 不是这个概念 FTA 有点像我们商业上面的 资格阅盟 盟盟 也就是 每个人都平等 但是 如果你开一个想杂货店 第二天你醒来发出到 隔壁开来的7-11 它也是合法的声音 但是它的厉害在于 它的策略联盟 作为它 这个商业上面竞争的重要的手段 FTA 不是每个国家都必然要加入 但是 它是一个在商场上面 策略联盟 增加国际竞争力 非常重要的一个手段 所以这个 所以很多人对 为什么我们加入了WTO之后 又要判到 这个签订FTA 这里面有 有时候 认识上的不同 那完全 没有任何的冲突 所以加入WTO 是我们正式在国际社会上面 作为一个成员身份的确定 签署FTA 是我们跟策略佼拜 增加国际竞争力的重要的手段 不管是把市场的加大 把资源的整合 这些都属于它 所以 跟中国大陆 能够建立制度化的贸易关系 签订了ACFA 对于我们参加世界的 这个经济整合 有重要的影响 各位可以看到 这个图的例子来看 这个图 这不是我们画的 这个各位看到 如果各位报告 WTO的网站上面 对于FTA 各个会员的签订 以及在图案中间的FTA 每一个国家 它就是用一个红顶来表示 左边这个是韩国的FTA地图 密密麻麻 看到没有 右边 这是我们台湾的FTA 非常的清纯 因为在去年跟新加坡 跟纽西兰签订的FTA之外 我们就只有跟 五个中美洲的国家签了四个FTA That's all 所以我们的地图 非常的清楚 所以这个也就是 有的时候我到校园里面去 有学生会问我说 我们台湾不是 竞争力都不还在前面吗 为什么我们还需要 那么担心 这个被边缘 我们竞争力盘的前面 是我们自己的产业 比如说去区校 我们的emerge 我们的创业能力 我们的IT能力 但是各位可能没有注意到 我们有一项指标 非常光荣 非常不光荣 拿到全世界到处第一 或到处第二 这WTF里面有一个指标 是我们到主要目标市场里面的 所谓的market access 市场进入的难易度 它把我们要在当地我付的关税 跟它的MFN 就是最普通的关税对比 所以你签的FTA越多 你脚的关税越低 你签的FTA越少 你脚的就是最高的关税 好像有138个国家 我们是看137米 所以我们得到全世界到处第二 那也许会被我们的全世界到处第一米 为什么 就是因为大家看这个图 就非常了解 如果 这个 这不是如果 这是实际上 韩国的FTA 这个是我们的理由 所以 我们终于变成全世界到处第二米 缴所有关税最高的人 所以 如果你是一个厂商 这对我们 全球对这个意思 是非常大的危险 老师姐 今天我们讨论这个负责 我有个次讨论的原因 我告诉你 那即使他那边 本来不是要看负责 他告诉他 他前几天也放到一群电视的民主 他们有个社会 然后他跟这些民主讲 他说 他实在是看不下去 他忍不下去 他说什么 他是那个高科技公司 在台湾把他顾了 七百多米 他说他在大陆只有顾三个维统 他说 他说 我是标准 分流台湾的厂商 但是 福贸 从去年六月签到现在 地法院 省得还没有 还是谁 他的推论 福贸没有 就没有货帽 你为什么 这个观念我们等等可以讲 他说 福贸没有 就没有货帽 如果韩国在年底 跟中国大陆签连接 他的产品 消大陆 8%的关税 非常现实 一百万 就要交八万 如果韩国免税 他要8% 他觉得他没有可能在中国大陆的进程 所以他正式的告示 一个人是定时的 到十二月三十号 如果福贸没有通过 他就到大陆去找地方设厂 因为 他不是 曾经我看过一个反对人说 不过就是那家少赚的 那不是少赚的 他会不会赶出那个事情 老实讲 对于这么一个问题 我也给了 如果 如果 如果是你一个朋友问 你要怎么回答他 他说 到年底福贸没有通过 如果韩国跟大陆的FDA签订了 抱歉 他 要说拜拜 台湾的七百五十个工人 也许就是两千个家 但是 他来讲的话 是 哥流台湾的一个 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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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攻击 如果他面临这个状况 各位可以想到 他有很多别的 古典棚生命的状况 我可以摸摸各位 可以的 看看这个 各位对于 如果这么一个部长 您有什么样的 建议 那 韩国 这个永远说 我们在讨论 国际竞争的说 一个非常重要的 因素 下面 那我们来看看 两岸计划 合作 我们就是 TACFOS 当然各位都知道 TACFOS 2010年6月 总成双方 签的 一个 家伙协议 里面包含到早期收获 那这个在2011年 开始分三阶段实施 2013阶段 在2013年 全能实施 但是 下面有四个 Follow-up Grims 也就是说 它有 投稿协议 Follow-up 协议 Follow-up 协议 在2012年 签署 Follow-up 协议 在去年6月 签署 目前还在 立法院 实施中间 而且呢 因为太阳化学力 之后 有一个 雅汉 协议 也在立法院 实施中间 Follow-up 协议 目前正在 在谈判的时候 当然最近报纸有说 这个谈判实际上 停了 今天 陆委会特别有 实施中间说 不是中段 还在准备 双方都觉得 需要更多时间准备 有暂时有力 要再见面 那 是这样的状况 尊专解决呢 目前也是类似的状况 也就是说 当你福报已经谈完了 可能 大家有那么大的争议 而且立法院 没办法通过 后续再继续看 这动力 视频会受到 影响 因为 这个从我们 个人的事情 也是正常 如果你 第一章事情做完 你真的有结果 必须 好 好 大家好 我們現在歡迎全商工會秘書長莊泰平 幫我們講增進全球話的重要性 請對的掌聲歡迎 主持人謝兄 還有各位貴賓 大家午安 今天當然很榮幸 利用大概五十分鐘的時間來跟大家報告 這個題目是自由貿易環境中證券業全球化的重要性 我們一般講自由化 全球化就是國際化 自由化應該就是指法規的雙版 全球化就是國際化 國際化就是我們證券業要不要走出去 當然這裡面的子題 裡面有提到一些胡貓協議 剛剛我們看這個 影片裡面大概主要提到一些HACFA的問題 當然待會兒也會有一些子題會提到這一部分 證券商的立場 我們包括證券公會所有證券業者以及證券商的從業人員 基本上是支持了HACFA趕快通過的立場 為什麼會支持呢? 待會兒會跟大家報告 當然HACFA是不是對台灣有利 整體上不是不利 見仁見智 因為不同的層面來看 可能有不同人有不同的意見 因為台灣就是一個多元化的社會 證券商的代表也會提到 其實過去這幾年來 台灣的資本市場 其實資本市場非常重要 對於經濟發展很重要 那麼台灣70年代末 民國70年代末 是全面開放我們資本市場 所以那時候我們台灣的資本市場 能夠發展 所以以前我們在看資本市場 我們看亞洲代子 看日本東京 其他大概都是落後在我們 看全球大概就是美國紐約 英國倫敦 日本東京 台灣是點瓜瓜的一個市場 剝落度不是市場 那麼對於台灣的資本市場 對這些企業界的發展 幫助非常大 尤其對於台灣的這些 我們說科技產業 那時候科技產業 台灣正要發展的時候 沒有錢怎麼辦 就只能到資本市場來措資 那麼大家知道像孔海 他在民國80年代出財掛牌 他掛牌的時候 資本額才17億 營業額才17億 那現在他的規模有多大 他的股東人數有多少 那就是說資本市場是提供 這樣一個很好的機會 那麼當時你要上市 要投資呢 那麼有一定的標準 過去幾年一定要盈利多少多少 那當時為了鼓勵這些科技產業 所以科技產業只要是它有前途的 即使過去是虧損的 原則上都同意它能夠掛牌來上市 那麼最近這幾年來 尤其民國101年 台灣的一個證所稅 讓台灣的市場整個奔盤下來 那台灣的證業業的獲利也非常差 台灣整個的資本市場 在亞洲裡面的排名 就一直往後退 那麼這是一個很悲哀的事情 那麼最近呢 除了福報大家 議題很熱門以外 那麼主管機關曾主委 也一再提出說 台灣就是這麼小 你假如不走出去 那麼只有死路一條 所以他就鼓勵業者要走向佈局亞洲 那佈局亞洲 為什麼不佈局世界 當然最終目的還是要全球化佈局世界 但是曾主委提到一句話 就說就像打籃球 人家西灣國家它是200公分的高度 我們只有170、180公分 你要跟人家打很難打 因為資本市場 那麼歐美 我們常常說歐美先進國家 它的很多法規的制度 還有一些新商品的設計人才 其實都是我們遠遠不及的 你一下子要衝到歐美 困難度很高 所以才會說 是不是先從亞洲佈局開始 那麼亞洲來講 我們到底台灣的資本市場 從過去的發展經驗 我們在亞洲還是有一些立足之地 亞洲相當多的國家 其實它的資本市場是學習是台灣 所以會從佈局亞洲開始 待會兒會提到一個 那麼最近呢 會提到一個證券商的離境證券業務 我們簡稱OSU 那麼這也是一個 怎麼樣讓台灣本土的證券商 透過亞洲佈局 那麼透過離境證券業務 把它串連起來 那麼提升台灣的競爭力 這大概是今天我要講的一個重點 好 那今天我要報告的就是 前面一個是區域經濟整合的全球化 大概簡單跟大家有個概念就好 第二部分就是證券商 證券業的一個處境 其實大家等一下可以看到這個處境 台灣的證券商資本市場一直在往後退 那麼接下來是胡茂對台灣證券業的影響 大家一直在懷疑 到底胡茂對我們是利還是弊 對我們有沒有哪一些疑慮 我也在這裡簡單跟大家報告 那麼再來一個提升證券商的國際競爭力 怎麼樣去透過離境證券業務 我會把佈局亞洲跟台灣本土企業的這些業務 把它快點起來提升我的競爭力 看看待會時間過不夠 假如夠我就講比較細一點 那麼假如時間不夠我就簡單把觀念帶給大家 好 那第一部分就是亞洲區域經濟整個體制 那麼剛剛我想大家 剛剛那個螢幕上那裡有一個就是我們很重要的亞洲 一個是RCEP 那麼這是東協十國加六 那麼它是陸陸西的 十國要加什麼一個中國大陸 邀請中國大陸 因為中國大陸到底是經濟體 世界第二大經濟體 日本它也是亞洲的經濟大國 大概是全球的經濟體第三位 那麼印度 印度它也是非常大的那個 還有紐澳 紐西蘭、澳洲 那麼這次還有韓國 這是東協十國 把這些加上周邊比較大的這些經濟體 要把它拉進來是RCEP 那麼台灣是目前還沒有加入 那麼第二個是一個TPP 大家也可以常常看到 這是和太平洋貿易夥伴的關係 那麼主要是美洲那邊 跟亞洲這邊沿著太平洋這些國家 那麼目前這些TPP 大概有12國 RCEP大概是連這些東協十加六 大家看看台灣中華民國 還在這邊慣慣 那當然是我們是台灣因為政治被打壓 我們是比較特殊的 有一點就是亞西亞的孤兒 那麼大家是我們要站在那邊是 以前蔣經國先生所講的 我們要裝盡自強處變不驚 繼續不驚在這邊等 還是說我們要混發土強 緊迫把它滲入進去 那麼第二部分是中日韓FTA 剛剛好像也有提到 等於說其實現在中日韓 他們三個亞洲的經濟體 比較主要的經濟體 也正在談FTA 那麼現在在進行中 假如說它的FTA通過了 我們的胡碼還沒通過的話 那麼根據經濟部在立法院的報告 經濟部它是委託中華經濟研究院做的評估 大概對台灣的影響 或是這樣的一個數字 那這個因為時間關係我就不報告 大家資料裡面應該可以參考 我們在下面 那麼再來就是剛剛有提到 亞洲經濟的區域整合 一個是RCEP一個是TPP 那麼TPP這12個國家 它的GDP是多少 大概27兆美元 佔整個全球GDP的32.5% 人口是7.93億 大概佔全球人口的11% 那麼對台灣的貿易是很重要的 那麼台灣對這一些國家的貿易 貿易額佔台灣整理貿易額的大概35% 很高 所以這裡面假如台灣沒有加進去 那沒有加進去代表什麼 你是被排除在外 以後跟這些國家的往來貿易 可能會受到一些影響 不利的影響 可能稅、租稅方面、灌稅方面 可能會沒有辦法享受到一些 集團TPP的成年國裡面 這樣的一個租稅優惠 好我們再看下一個 那這一個是RCEP 一樣的 這RCEP這是 它的人口更多 34億 大概佔全球的將近一半 一半的人口 它的GDP大概也是27兆 跟TPP差不多 那對這些我們 對台灣的貿易額 我們對這些國家佔我們的貿易額 大概56% 一半多 所以假如說我們沒有加進去 那麼這個租稅 對我們來講 以後在 對於生產事業製造業來講 是非常不利的 那麼這也就是 大家來講 我看前一陣子 不是越南排滑嗎 它因為 所以台灣的廠商 雖然遭受到很重大的損失 那到底這些廠商要不要撤退 因為大家可以看 剛剛第一個圖 越南它是同時加在TPP跟RCEP 所以假如說台灣的廠商在那邊的生產 它的出口的租稅的優惠 不管是TPP的成員 或是RCEP成員 它都有享受到這些優惠 假如它撤出來回到台灣 可能這些優惠就沒有 好 那我們再看 這是 剛剛我看螢幕上也有提到這一部分 這是韓國現在已經簽了LTA 其實有49的國家 這些國很多都經濟體蠻大的 台灣是只有七個國家 那麼這些都是經濟體並不是很大的 相對之下是台灣跟韓國 我們是有一些非常著急 好 再來麻煩下一個人 好 第一部分就是 可以從這裡面先看到 我們國際的經濟區域整合的狀況 還有可能對台灣未來的影響 這是讓大家知道 那麼第二部分就是說 台灣的證據業目前的處境 從這個圖大家可以看 不是請同仁做十年來的比價 假如要做八十幾 八十三年也可以到現在 那麼從93年到102年剛好十年 第一張這個是成交值的表現 那麼93年的時候你看 台灣是在亞洲挺次於東京 我們一年的交易 那一年的交易值 我們在亞洲整個資本市場的交易總值 是佔10.89% 那看到右邊102年的時候 我們現在是降到第七年 光亞洲不是全球 降到第七年 那我們佔整個亞洲這些資本市場的交易值 是佔4.75% 降了很多 這個是表示台灣的資本市場 在亞洲不要講全球 在亞洲我們是一直在往後 人家說不進則退 好我們看到下一張 接下來這個是市值 市值的表現 我們一般說市值就是表示資本市場的規模 那麼資本市場規模 你看我們93年的時候 年底的時候我們是第五年在亞洲的市場 我請示於東京、大阪、日本 這兩個是日本還有香港跟澳洲 那麼到102年我們是跑到第九年 剛剛那個是從第四年降到第七年 第二年降到第七年交易值 那麼接下來這個是資本市場的規模 我們從第五年降到第九年 好再來 麻煩了 那麼再來就是因為這樣的關係 台灣因為市場很小 我們只有三萬六千平安公里的土地 人口只有兩千三百萬 那我們要到大陸去佈局 從1997年就在那邊設辦事處 但是就是不能營業 那我們要佈局亞洲其他國家 其實困難重重 那麼目前唯一就是佈局香港比較多 那麼現在因為這樣的關係 大家可以看到 這個因為顏色不適合那個 那麼第二列這個呢 是指全體證券商的各年度的獲利情形 像去年才賺兩百零三億 全體證券商加起來 我們知道一家銀行去年賺超過兩百億的很多 所以整體證券商加起來獲利呢 不足一家銀行 一百零一年也是一百多億 一百年的時候也是一百多億 那麼九八九九好一點 那97年因為金融海嘯 所以97年是整體證券商加起來是虎數的 那麼EPS大家也可以看得出來 台灣你看最近這幾年都是不到一塊錢 都0.幾 那再來ROA1.幾% ROE大概3%左右 這在全球比較起來證券商是屬於相當堅困的 跟國際的證券商比較起來 OK好我們第二次接下來 那接下來就是說 其實這個跟資本市場是有關的 這個圖是指台灣的資金外流非常嚴重 上面那個大概就是我們貿易順差 我過去這個 這個才從99年以來 每一季貿易順差的金額 大概都是透過金融帳流出去 我們再看下面那個表 大家可以看 從93年到102年 最近10年 我們經常賬貿易順差是3千多億 這是美金 3千5百多億美金 但是我們國人對外投資 國人對外 就是你去買外幣計價 可能你倒去投資美國的 香港的 歐洲的這些有價證券 這10年累積是3千多億美金 也就是說貿易順差的金額 大概都是國人錢跑到海外去 那跑到海外去 假如透過台灣的證券商去 台灣的證券商還可以做到生意 那麼主要這些幾乎99% 都不是透過證券商出去 那這個也就是台灣資本市場 剛剛提到為什麼我們的資本市場 不管是從成交值 從規模來講 一直在亞洲裡面一直往後 其實台灣是很有錢 但是這些錢都留到海外去 沒有留在台灣 那為什麼會這樣 當然我想個人認為 很多錢多的人不願意曝光 你在台灣隨時稅務機關會查帳 你會課稅 那麼你假如跑到海外去 國內的財政庫查不到 即使查大的話 你境外的所得 你也是只有最低稅戶 最低稅 假如我最低稅就省很多了 那麼第三個就是 台灣的可能資本市場的商品 不夠多元的話 可能很多東西我沒辦法買 我到海外去到香港 可能它的商品更多 各種匹別的各種商品都可以買到 在台灣你只能買到新台幣即價的商品 你要買其他國家還不容易買到 那這都是我們未來要去開發去發展的 接下來是第三部分 就跟大家報告是胡茂的問題 那在講胡茂之前 我也跟大家報告兩岸正確市場 因為大陸大家知道最近這幾十年來 大陸經濟發展非常快 那麼非常快 它現在已經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 所以台灣有沒有必要去佈局到中國大陸 其實不容負視 那這個表示看兩岸的證件市場的一個比較 那麼它的市值大概是台灣的四倍 成交股票的成交值大概十倍 日均成交大概是十倍 它的規模 所以它的市場規模比台灣的規模要大很多 那麼等於說應該是台灣的證件業 假如有機會應該可以去佈局 好 接下來我們再下一步 那麼現在胡茂協議 胡茂協議到底大家很關心 剛剛我跟大家報告就說 為什麼證件業再請胡茂過去 那麼到底胡茂對台灣有沒有富民 還是正面的影響 那我們先看看胡茂陸方對我們承諾的是什麼 還有我方對大陸承諾的是什麼 然後再來探討到底對我們有沒有好處 有沒有壞處 這是針對胡茂裡面的證件這一章 這一部分 其他的業我就不接聽 因為不是我的領域範圍之內 那麼第一個是台灣的證件業可以到大陸 設立合資全排到的證件公司 此股可以到49到51% 那在談這個之前我跟大家報告就是 中國大陸目前對於全世界 對WTO會員國它對其他國家的承諾 到底是怎麼樣 以證件業來講 那麼對證件來講它是這樣 就是說你其國外的證件商你假如要到大陸來採股 或是設證件公司呢 第一個條件呢 你一定核資的對象一定要是中國的證件公司 這是第一個條件 第二個最大的股東要是我中國大陸的證件商 你不能超過我證件商的持股 那麼這個意思就是你不能控制我的公司了 反正控制錢還是要我中國大陸的 第三點是什麼 就是不管你參股的那一家公司 還是跟大陸證件公司合資設立第三個公司呢 它不能做大陸A股生意 那麼大家大陸A股是大陸的證件商的主要業務 你不能做A股那誰要去 那麼這裡面就是說 第一個中國大陸的證件公司不願意跟你合資 可是不願意讓你參股 因為我讓你參股了以後 我就A股不能做 我的生意一定給落千丈 我跟你合資設第三家 假如A股也不能做 那我就是沒有利基 我為什麼要去做這個 那外國公司也不能 包括台灣的 我們為什麼過去一直都沒有人 去大陸設合資或是參股 因為我錢拿過去 我不能控制這家公司 變錢只能給大陸的證件公司去玩 那麼大陸證件商比較起來 比台灣來講不像台灣那麼透明 你給人家玩 他怎麼玩 你玩輸了你都被人家賣掉都不曉得 所以我們就沒有願意去 所以剛剛提到1997年開始 台灣的證件商就已經陸陸續續到大陸設辦事處 辦事處是可以收集資料 但是不能營運 一直到今年2014年 因為福茂還沒通過 所以我們現在還是辦事處處 還是不能搭大陸去 除非是福茂通過才可以開始去升公司 那現在剛剛說 他大陸給我們的是什麼 你可以在三個地方 上海、深圳跟福建 這三個地方 他認為說可以給你到51% 51%一般我們就是控制 我已經是大股東 第二個你核資的對象 不一定是大陸的證件商 你可以去找大陸的一般企業 他對證件不熟的 他的持股可能 我只是來分享你的經營利潤 他不會參與經營權 那這樣對我們去經營證件 也有可能比較不會愛手愛腳 這是第二點 還有第三點 你邀請參股對象 不限一家 所以我假如說我是51% 或是甚至說有一些地區是49% 我49% 但是我去找10家大陸的業者 註冊的公司來做我的股東 每一家只有4.9%或5.1% 我還是最大股東 那麼最大的股東透過選舉 我的董事 假如超過奧文之一 我還是可以控制這家公司 所以第一點就是 我們的業者認為 這個一通過 我馬上就可以到大陸去設 一個我可以控制的公司 那我可以控制的公司 我要怎麼經營 當然對我是有幫助的 我可以依照我自己的經營模式 那麼我來做經營我的業務 而且它是全排照 那麼全排照的意思 就是我去那邊做的業務 國民代理 大陸的證券商可以做的 它的規定怎麼樣我就比照 這是國民代理 是全排照 所有的業務都可以做 並沒有限制不能做 那麼這一點是最主要 對證券商來講 其他的像你也可以 合資設立證券投資諮詢公司 基金管理公司 期貨公司 因為大陸跟香港一樣 它的證券商是多元化的 它證券商可以監營期貨 可以監營基金 可以監營財務管理等等 範圍很大 台灣是過去制度 是把它設計分開的 比如你要做證券 你就證券公司 你要做基金 你就成立一個投信公司 你要投資諮詢公司 你就有一個投戶公司 你要做期貨 就有一個期貨公司 台灣過去因為這樣的一個制度 讓我們的證券 假如說這裡面都把它成為證券產業 都是政區局在監營的 不管你證券、投信、投戶、期貨 或是怎麼樣 假如說變成一體 我的規模就會大 當你把它分的業績 我的規模就會越小 那麼越小你要走出去 就會比較難 那麼這一次 當然這是老祖宗 當時留下來這樣的一個制度 那麼香港其實它就是1號到9號牌 只要我在香港設立一個證券公司 那我只要有取得1到9號牌的資格 這些資格就是你的人員 或是公司要去取得這個證照 那麼假如說3號牌 你就可以從事外匯的保證金交易 你假如說9號牌 你就可以做募集基金的這個生意 那麼它的業務就是很廣 其實那大陸也是一樣 所以我們假如台灣的證券公司 我到大陸福茂通過以後 可以到大陸去設一個證券公司 同時也可以經營這個投資諮詢 基金管理公司 還有這些期貨公司等等 那另外還有一個 重寬認定QV的資格 我們現在QV要去 大陸認為說你台灣的證券商 要去大陸申請QV 投資大陸的這些股市 那麼它有一個規定 你要財富管理資產管理的規模 要達到50億美金 50億美金是值 大概是1500億台幣 那因為大陸的證券商 可以做資產管理 台灣是以前不行的 最近才開始有做財富管理 但是50億美金台灣是沒有 目前台灣的證券商 到目前為止還沒有一家說 資產管理的規模達到50億美金 那這個符帽裡面是說 你證券商可以依據集團的 整個集團的規模來算 假如說我今天有一個金控 下一家證券商 那麼這個證券商 我的集團規模包括 金控、銀行、保險、投信 裡面的資產管理規模都加起來 假如超過50億 那我就符合這個值給 那麼還有一個RQV RQV就是我們現在最近大家要注意 那麼我們是希望能不能脫鉤 RQV現在台灣人民幣的規模 已經達到2800億 超過2800億 這個錢怎麼虧離 當然一個是錢虧離到大陸去投資 一個是錢能不能在台灣做更有效的應用 那你人民幣在台灣做更有效的應用 是要怎麼 一定台灣的資本市場的產品 要很多是以人民幣計價的東西 所以我錢就可以留在台灣去買人民幣計價的商品來投資 那麼這一部分最近 今天有看報紙 曾主委說希望是不是能夠脫鉤 那這個是我們其實我們有建議 為什麼認為有機會 就是說其實中國大陸對RQV 它除了給香港以外 它要給新加坡 要給法國 要給英國 那麼它給法國、英國、新加坡都沒有簽FTA 並不是包含在FTA裡面 它只要是大陸同意 它就發布同意給你這樣 我們不一定要放在虎帽裡面 現在是香港是有簽在SEPA裡面的 那台灣假如說它從虎帽脫鉤 我是覺得只要中國大陸嚴厲應該是OK了 好 這是陸方承諾給我們的條件 好 我們看一下 接下來是我方對陸方的這些開放項目的承諾 那麼在談到我們對大陸承諾以前 我在報告一下 目前台灣的資本市場 我們對外資的開放程度是完全開放 完全沒有限制 第一個外資QA要來台灣 我們是沒有限制 現在只有中國大陸要來 我們是給他五億美金 福茂通過的話 大概給他從五億增加到十億 其他世界各國的資金要來QV 我們都沒有限制 而且歡迎多多欲三 越多越來越好 所以目前我們QV的金額大概是 佔我們台灣政經家裡所的市值的 大概三分之一 它已經匯進來 根據統計 匯進來的錢超過大概1800億美金 那麼中國大陸我們是給他五億 所以這個也是中國大陸 他一再抱怨說你是歧視我們 你對其他世界各國都沒有限制 為什麼獨獨你限制我們五億美金 第二個 第二部分 那是剛剛資金進來的 第二部分就是證券商 外資的證券商來台灣 我們是完全開放的 它是可以完全比照 100%是外資持股 所以我們現在專業證券商大概80幾家 純粹外資百分之百持股的子公司 或是分公司有22家 大概四分之一是外資 包括一些大的 我們說花旗 Gorman-Saxe其實都在台灣 都有這些從屬公司 等於說我們對他們都沒有限制外資 那麼它進來都完全國民待遇 本土證券商可以做的 外資證券商也都可以做 那接下來我們看中國大陸 我們現在是因為兩岸是比較敏感 特殊的關係 又有兩岸人民關係條理 所以我們原來都不允許中國大陸 資金進來或是證券商進來 那我們現在是承諾 就是第一個 他假如要來設辦事處 剛剛提到 我們到大陸設辦事處是1997年進去 到現在17年還不允許我們 我們只承諾說你假如說有國外證券經驗的話 可以來這邊申請設辦事處 辦事處就是不能營業 那麼這裡他們說那國外的經驗 不能包含香港跟澳門 那我們這一次是胡茂裡面是同意的 你假如說香港澳門 我們認為香港是已經國際化的城市 既然到香港我就把你認為說有國際經驗 那麼即使進來他也只是設辦事處 還不能設分公司或子公司來營業 那麼第二部分就是5億調整到10億 其實5億調整到10億有跟他不一樣 我們提到今天報紙大家看到 像台積電它的市值已經超過3兆台幣 他假如5億即使提高到10億 新台幣大概是300億 300億假如全部去買台積電大概是1%的 全部的錢都買單一的台積電 大概只佔台積電的1% 而且我們這邊其實我們的交易所那邊都有控管 哪一些產業是禁止大陸投資的 哪一些產業有入資持股比例限制 比如5%或10%的 其實都有做準備 你交易所那邊系統都可以控制得到 所以這一部分其實對台灣應該不是有負面 甚至我們月子過去在簽這個之前 也在建立主管金管制 我們現在資金都是單方面流到大陸去 要不要讓大陸資金更開放 比如說5到10 是不是要給那100億甚至200億 現在外資是已經1800億 即使讓大陸進來200億 我舉例一點 那麼外資連大陸就是2000億 那它200億只佔外資2000億也大概10% 那我們假如大家是有念會計的 所以會計我們說你假如說 持股對某一家公司 持股超過20%以上 我們說才可能有控制力、影響力 假如沒有達到20%應該是沒有重大的影響 你只要50%以上 那才要和平報表 那麼它即使給它到200億 那麼入資只佔外資也只有10分之一 那麼佔台灣整體的這個比例呢 它3分之一的10分之一大概是30分之一 其實對台灣我是覺得影響應該也是很小 那麼接下來就是我們後面第三、第四 就積極嚴厲、積極嚴厲 積極嚴厲的意思 你馬上好了,你說要我考慮看看 下一次再來談 積極嚴厲要不要大陸政見企業 參股投資台灣政見企業的相關限制 還有一個合格的境內投資 這個都還沒有承諾 只是積極嚴厲這樣 那麼從這裡面就是 一個是陸方對我承諾開放的程度 第二個是我方承諾大陸來的 大家先了解這樣你的情形吧 接下來 那麼胡茂協議第四部分 是不是可以為我們政見商帶來更多有利的經營條件 第一個 假如我們政見商可以到大陸去布點 那麼大陸市場浮遠很大 那對台灣的政見商的經營規模擴大一定有幫助 剛剛提到台灣是規模太小 經濟體比較小 所以政見商假如只在台灣很難發展放大 假如有中國大陸可以讓我們去布局 那因為語言文化什麼比較相近 至少比我們到其他國家 因為語言不通風俗民俗不是很了解 可能都要花更多時間 那麼第二部分是通過以後 RQE就可以通知大陸 大家知道大陸它的金融體系 至少在我個人 我覺得它是相當不健全 相當不健全我們是比較成熟 那表示我們假如現在可以進去 我們有比較多的賺錢機會 因為它會比較落後 所以大家知道中國大陸它是 我這裡是到2點半 後面腳那個 那麼它是貿易順差是全球最多的每年來 外匯存體是大概四兆美金 大概是全球最多的 那麼它的儲蓄率四十幾個Percent 大概全球應該是最高的 那麼理論上大陸應該資金很充裕才對 它為什麼資金這麼不充裕 強缺資金 影子銀行它利率可以帶到年期三十幾個Percent 二十幾個Percent 這個非常不正常 資本市場也是一樣 大家看過去最高的時候曾經到六千多點 後來大概三年前跌到現在大概兩千點上下在浮動 在這邊震盪 那大家知道大陸經濟過去這五年也好 十年也好、二十年也好 大陸的經濟成長率都是兩位數在成長 只有最近這幾年掉到八或七點五這樣 那大家知道資本市場是反應經濟 它是一個經濟的土創 你經濟好資本市場應該反應出來才對 理論上資本市場應該漲得很多 但是為什麼會這樣? 表示很不正常 你經濟體成長那麼高 你資本市場為什麼漲不去? 而且大家可以看到 過去因為中國大陸的政監會 他認為說我資本市場股市不好 可能是我籌碼太多 所以他說禁止就禁止 從什麼時候開始禁止不能IPO 不能上市 過去也曾經發生過 早上加一晚 下午又主管集團說 今天交易不算都不要交割 這在我們一般的國家是不允許發生的 但是因為政府人為干預 也表示說它的資本市場不健全 不健全我們進去是有很大的機會 譬如說我們台灣取得資金成本很低 我取得資金成本很低 我到大陸去投資 他那邊可能有7% 8% 或是更高的這些 當然有風險自己要去進來 以台灣過去的經驗是 這些金融業者應該都有這個能力去控制風險 那麼這裡就是表示 假如可以去我們的報酬率 有機會,機會比較大 那這也是布局亞洲不可或缺的一份 剛剛等一下後面會 因為我們現在主管居然在推 證券業要去佈局亞洲 以亞洲佈局越來越完整 那我再做離境證券 由OSU串聯起來 我就聲音會也好做 對台灣的證券商的發展一定有很大的幫助 那是不是會衝擊 那我想這個大概剛剛就報告 我是覺得是不會衝擊 一個是換換到11年還是很小 那我們尚未同意大陸證券企業來設營業據點 只有給他同意他來設代表辦事處 代表辦事處不能營業 那至於說代表辦事處哪一年才要同意他 可以設營業據點可以營業 那就是我們也要看大陸的誠意怎麼樣再說 就像我們1997年大陸設辦事處到現在17年還不能進去 我們也可以卡一卡 我們在下面 那麼第二就是 是不是會被陸方掌控 我想是不會 剛剛大概有點到 我們還是在下面一個 其實還有一個好像有人提到說 有沒有黑箱作業的問題 那這個我順便在這裡跟大家報告 那麼其實去年一夜的時候是證監會 就我們證監會跟金融我們金管會 是在去年一夜的時候有一個證監會談 那時候是陳豫章主委的時候 那大陸是郭樹清 那現在是山東省的省長去談 那去談之前就是前年 我們已經跟主管今天討論在沙盤推演 就是說我們要跟大陸要什麼東西 大陸可能要來要什麼東西 我們底線是什麼 那我們要優先順序 包括第一順位第二順位 困難度我們大概其實都一直在討論 有一些沙盤推演 所以以證券這一塊 因為可能證券上是特許行業 所以金管會跟證券公會是 在胡茂這一部是 事前是有做很多的討論跟沙盤推演 也許其他的產業是 因為經濟部所主管的這個產業太多 可能有幾千個 他可能沒辦法一個一個去談 那以證券業來講是 事前我們有做很多的沙盤推演 那也就是談判的結果我們覺得是很滿意 接下來就是海外佈局 海外佈局大家可以看到一個是 台灣DSU我們原來就是落在台灣 那現在我們證券商在海外有佈局 香港有16家 有16家證券在香港 新加坡有兩家 越南泰國各一家 韓國一家 英國有一家 大概是這樣 目前台灣的DSU跟海外的這些子公司 或從屬公司其實串聯不起來 也就是說海外的子公司 一般比台灣的母公司或總公司這邊 規模要小 那麼他要做的業務 因為經過姓評 他一定姓評比母公司要低 所以他要做的業務會比較不夠 另外就是說他只要缺資金 母公司不能資金帶給他 他要去銀行借錢 母公司也不能幫他保證 其實台灣很多有權者的錢是在香港 台灣的證券商也不能介紹 台灣的投資人到香港給我的從屬公司 包括假如說台灣的人自己到香港去 台灣的主管機關他們去檢查香港的子公司 因為台灣證券會跟香港的證券會 是有簽MOU可以互相去查 我們去查 以前是檢察局去查 請你把你的客戶名單拿出來 你有台灣的客戶名單 對不起 就違規 就要幫你處分 那變成逼死你 台灣的有權人在香港 都只能到外資證券商去下台去買賣 所以台灣的證券商就沒有辦法做生意 這是一個 還有就是 以前是台灣的監理機關 要監理台灣的母公司以外 也要監理海外的這些子公司 那海外的這些子公司 業務範牌不能大於母公司 剛剛提到說 香港它的證券商業務很廣 有1號到9號牌 台灣母公司不能做保險 保貸不能做 所以你香港不能做 台灣不能做募集基金 因為投信的業務 所以你香港不能做 那變成說 我們在香港 本來香港的主管機關 同意你台灣的 在那邊設的證券公司 可以做的業務 因為台灣的監理機關的關係 你也不能做 所以別說 人家可以做9項的 我們可能只能做5項或4項 所以你跟人家競爭起來 就會顯得很吃力 好 這是過去 現在的狀況 是這樣有點獨立的 好 我們再看下一項 那接下來就是 因為有一個 離境證券業務 去年通過 那麼是去年6月11號 有一個國際經濟業務條例通過 那麼有一個 自由經濟示範區 這個草案 這個草案 現在也在例外面中 但是這個草案 不管過不過 對於證券商來講是沒有影響 因為證券商的 在自由經濟示範區的業務 是以國際經濟業務條例的範圍為主 所以即使這個草案沒有通過 對證券商 在自由經濟示範區做的這些業務 是不影響的 另外去年的12月26 因為條例通過以後 它的執法 包括施行細則 跟國際證券業務分公司 管理辦法也都發布了 還有一個是去年年底 中央營業務發布 證券商辦理外貨業務管理辦法 剛剛提到 過去證券商是根本都不能碰外匯的 經過爭取 要去年中央營業務總算同意 台灣的證券商可以從事外匯業務 但是這個外匯不能涉及到台幣跟外幣的兌換 那麼大家知道 證券商 我想我們未來還是要跟主管這些證券 中央營業 因為台灣的 剛剛提到 台灣的投資人去每年流到海外去買外幣計價的商品 大概平均大概300多億美金 和台幣大概一兆 那你要到台幣要去買海外計價 一定要台幣去換成外幣 但是你證券商不能做 證券說投資人要去買美元計價商品 我投資人要交割的事 我要去銀行去辦結會 然後再匯盤來做交割 我假如賣掉美元計價商品 我要把美元換成台幣 而且很不方便 那現在管理我一條他只能不涉及台幣 假如說我去美元的 過了三個月我美元商品賣掉 要換歐元或美元換歐元可以 歐元換日元可以 但是最主要的功能性貨幣 台幣跟外幣之間的兌換 目前中英還沒有開放 那這是我們覺得未來 假如證券商要有競爭力 這一塊一定還要再開放的 好那我們再來看一下 未來 未來我們希望證券商的那個 第一個 假如胡茂通過 因為你在布局 中國大陸是不可忽視的 一定要中國大陸把它納進來 所以這也就是我們一直 就是希望支持政府趕快不怕通過 那麼亞洲的這些國家 我們國內DSU透過OSU來串聯起來 OSU就是怎麼樣 它有幾個原則 一個就是OSU只能做外幣的 不能涉及台幣 它的商品就外幣的 外幣的商品 第二個它是法規雙榜 所以它國際證券業務條例就是 排除管理外幣條例跟證券交易法的規定 排除這個規定 也就是說證券交易法的規定 或是依據證券法所定定的一些法規 都排除掉了 未來對OSU要管什麼 就是你主管機關 要管什麼再去定辦法來 所以有一個證券商 國際證券業務分公司管理辦法 他要去管 或是依據那個辦法條例 所以原則上 OSU的法規是送法 第三個 OSU是一個租稅優惠 只要是OSU跟境外人士 境外的個人法人 金融機構政府機關做的生意 那麼OSU的所得 免繳營業稅所得稅 它跟他們往來的營業有免繳營業稅 有書面的這些契約或什麼印花稅 也就不用繳營業稅 那麼外國人 他跟OSU交易取得的利息 或是結構型商品的所得 我們的OSU免繳交 這是只針對境外 那至於境外的部分 是比照國內的相關稅法規定 那因為有這樣的規定 一個是它是外幣 所以我們佈局在亞洲的這些 不管以後你是分公司子公司 它跟當地的做一定是港幣 人民幣 可能是日幣 可能或其他美元歐元的東西 我就透過OS的 把它串聯起來 換句話說 假如說我這一些地區的客戶呢 他想買台灣股票 他有兩個圖鑑 一個是透過我當地的證件商 互委託回來到我台灣的母公司去下單 或是透過我OSU做一些衍生性商品 譬如連結到台積電 連結到中鋼 連結到中華電等 我在那邊賣給他 設計外幣技價商品在那邊賣給他 另外就是我們一個經濟 一個自營還有成銷 我做國際成銷 做國際成銷 譬如一個人民幣的有價證件 或是美元澳幣的有價證件 我就可以配給國內的投資人 跟境外的人 假如我在亞洲有十個國家 我有設從屬公司 所以我可能有日本人 可能有韓國人 可能有泰國人 所以我這一個成銷案 就可以拿得比較大 以前可能我只能配給台灣的客戶 未來假如我補局越多 我就可以佈局給亞洲其他國家的客戶 包括當地的金融機構或機構 我都可以配售 所以對於國際成銷是會有幫助的 財務管理也是一樣 未來做財務管理 除了我台灣的財務管理的人 要委託我做財務管理以外 當地國家的這些客戶 尤其中國大陸 現在負的人越來越多 而且根據統計 中國大陸的錢流到海外去的最多 一個特性 我是假如富有的人 我絕對錢不會放在我中國大陸的金融機構 會被查到 我假如透過境外的這些東西 他的國家政府會查不到 所以由這一步假如說來委託 以信託給我們OSU 那我就可以透過OSU 來幫他管理這些東西 那我OSU可以投資的商品又更多 剛剛提到我DSU幾乎都在台灣 只有台幣商品 那麼OSU裡面 他的商品都是外地的可以組合 包括各種結構型商品 野生性商品 各種地別的都可以 所以透過這樣一個串點 我想對未來證券商的業務的發展 應該是有幫助的 那這裡面就剛剛講 OSU裡面有一個經濟業務 透過護委託 國際成銷 自營 當然自營我就可以做一些 延伸性商品 結構型商品來銷售 那麼另外一個財務管理 另外還有一個資金調度 資金調度假如佈局越週前 我就知道每一個國家的經濟匯率 利率的現況或是走勢 所以我假如資金缺資金 缺美元缺人民幣缺市幣 我就可以從資金最低 或是未來可能會貶值升值的地 我會要去分析我去哪裡借錢最好 然後借錢要投資到哪一個國家 可能股市也漲 油價證券也漲 然後匯率也是漲的情況 這樣我獲利會比較多 這個以後可以做一些 整個全球性的資金調度 過去大家要說國際投行 因為他們就是在全世界佈局 非常多年 所以他可以透過世界各國的經濟情勢的發展 資本市場的情況 到低利率的國家去投資 然後投資到高報酬 或甚至貨幣可能會勝資 所以過去幾年 那時候不是從很多國際投行 到日本去借錢嗎 日本利率很低 所以投到澳幣去 未來台灣的這個OSU 應該也可以朝這個方向來做 因為時間關係 這一部分大家參考 以OSU來講 剛剛提的是這樣 還有哪一些我們認為說 開放的不夠 應該我們現在未來 要繼續去跟主管決定 這裡面有牽涉到稅的 可能牽涉到財政部跟金管外 還要在協商的 有牽涉到連結商品 這是中央營養跟金管會 可能要協商的 那這一部分 因為時間關係 我就講到這裡 這一部分大家參考 接下來 那麼結語呢 就是台灣必須加入區域經濟體 避免被邊緣化 第二個就是 政見業國際化趨勢 勢在必行 那麼我們要從中國大陸切入 在佈局亞洲 然後再走向全世界 好 謝謝 謝謝各位 謝謝我們的專民署長 他現在留大概五分鐘 讓各位發問 謝謝 好那這邊想要詢問一個問題 剛剛就是說到說 大陸的這個金融行業 對台灣 借到台灣的持股比率 是不能超過49%的 那這邊的話 剛剛就您也說 您覺得這對台灣的金融行業 不會有特別的影響 那我們看到了其實實證上面來講說 其實在一般上市上櫃公司 超過3%的持股就已經是大股東 那在法理上面是說 持股超過10% 董事會是可以有直接的權力去指派 這個所謂的經營團隊 那但是其實我們在實證上知道說 其實當你持股超過7%的時候 就已經可以實際掌握一間公司 那請問一下 在這樣的情況下 您怎麼說 對台灣的金融產業不會有影響 那這個問題的接下來 就是說 您也說 您認為台灣的金融產業去大陸 就是可以克服很多風險的問題 但您也說 大陸的金融產業其實並不健全 因為他們受制於政府的法令 那當政府的法令命令你說 您下這一個現在早上的交易 下午通通都不能交割的時候 那台灣的產商又怎麼樣去克服 這樣來自政府法令的這個限制 請您回答 謝謝 第一個好像我剛剛是說不能超過49%是大陸當時承諾 他對WTO的會員國外國的金融機構 證券商你要去大陸設股不能超過49% 最大股東要大陸 現在更不是我們允許大陸證券業來台灣 現在我們只允許大陸的證券業來台灣 他有國際經驗兩年可以來台灣設辦事處而已 那設辦事處是不能演業的 這是第一個 我不曉得你的問題是不是這個 還是我會抽 目前我們對中國大陸的證券業 還不允許他來台灣投資、設點 那金融行業呢 這一邊的一舊整體 因為金融行業它證券業算是金融行業底下的 也算是一個營業的項目 剛剛裡面有一個就是說 我們會積極嚴厲是不是 我不知道是不是 積極嚴厲大陸的證券企劃會來台灣投股什麼比例 我們未來是要積極嚴厲 積極嚴厲的話 因為其實我們看到福茂在這個臨時會的會期 他也很有可能被排入 無論兩岸監督條例的境況怎麼樣 他都可能被排入第三個禮拜的臨時會的會期 他其實即將被討論 那請問一下在這個可能即將就要被討論的議題前 那還在積極嚴厲 那請問一下這個積極嚴厲的時間點 會是到什麼時候 會對大眾有一個就是明顯的這個數據 等於說即使這個福茂通過了 臨時會通過了 那通過了就到現在條文裡面去執行 等於說執行是說他可以在 假如說他有國際經驗兩年 這兩年是包括香港跟澳門 那麼他就可以來台灣申請 在台灣設代表辦事處 代表辦事處是他自己來設的 他是不能營業的 那麼積極嚴厲是這個通過以後 以後下一輪要再談 也許第二次在談的時候 我再來積極嚴厲要不要開放你來的 不是說這個假如說討論通過 我們就要積極嚴厲要在這個會期裡面去報告說 到底怎麼樣 這個積極嚴厲是未來第二波 假如這個福茂通過了 也許過了兩年三年要再簽第二次 就像香港SEPA已經簽了現在第十次 那我們下一次他們就金正會在談的時候 他們再去看看我積極嚴厲 到底要嚴厲台灣給你多少 哪一輪再去談 跟現在的通過是沒有關係的 所以你覺得說目前因為 只要就期福茂簽下去的話 我們也看到說他有一個法規是代表說 我們可以協商這個在意的時間是三年的時間 那三年之後的話他還有加上一個條款是說 我們的這個再協議的話是只能比前面的條款更開放 不能收回前面已經保證的權利 那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那我們其實是很想要知道說 金融行業的這個就是研議到底到底的程度 那再來的話就可能 剛剛一直專注於這邊的問題 那我也想要問說我的下一個問題是說 那台灣搶商去大陸這個等於說設立公司的話 他們怎麼樣去面對大陸的這個 中國政府的這個法直接的這個法令的限制 好 那剛剛那個應該 可能不是我能力可以來的 第一個 第一個那個就是未來 比如積極研議要跟大陸在談 也許未來是兩年還是三年會在談 那是主管機關他要去考量的 但是假如主管機關要請公會表示意見 當然我們會提一些意見給主管機關 那麼接下來就是說假如說這樣通過以後 那麼接下來就是台灣的政見要到大陸去佈局 那麼去佈局我是覺得以政府的角度是 我把這個環境做出來的 等於讓你可以到大陸去佈局 那至於說它的風險 其實大陸它是高暴走 但是又可能高風險 剛剛你提的是非常好 等於說因為它是人質的社會 隨時會有一個什麼出來或什麼之類 那麼這是我們政見商 你要去的時候 每一家政見商 他的董事會要去考慮的問題 你要怎麼去應應 那麼現在就說 剛剛提到我們的政見商 現在大概有11家政見商 在大陸設了24個辦事處 那麼從1997已經是幾年了 早期派出去的一個小姐 就變成大陸人的太太 現在是變成大陸人的媽媽 她小孩子已經都念小學了 那麼這些人就是去了解 他主要去收集大陸的一些法規制度 他要去了解 所以以後的風險一定只有風險 全世界你要投資在哪裡一定都有風險 那麼這裡面 我覺得就是可能要去投資的政見商 他自己可能要去評估 是要面對這個問題 但是我要告訴大家 台灣是一個市場經濟 大陸他可能還不知道 沒有完全尊重市場的機制 那麼台灣的服務業 我們大家不管是從小孩子到大 都認為你服務業就是客人之商 你以服務客人為主 所以大陸這些因為他的證券業 我所了解的幾乎都是公營事業 不是重要就是省得公營事業 過去大家知道台灣早期公營事業很多 後來為了提升下來 認為公營事業沒有效率 才會有民國80年代那時候 公營事業民營化在推動這個東西 那麼根據過去的經驗也確實是這樣 同樣的兩家企業民營企業 一般來講都比公營事業要有效率 那台灣因為已經很習慣你 我就是客人至上 我以市場導向去看這個市場 所以我到大陸去 大陸假如是他主要都是公營事業 我想我們的競爭力應該比他們要好 包括我們對客戶的KYC了解 對於風險的控關對於創新 我想因為我們民營事業會有一些激勵 可是問題是當就算你的服務 譬如說我的這個交易員的速度比較有效率 或我交易員的態度比較好 當然當他的法令來跟你講說 你今天下午不能交割的時候 你就算再好的服務也是被這個法律一桿子打翻了 您的解釋是說這變成是這些公司他要自行去吸收 自行去想辦法解決的問題嗎 對 這個就是風險 假如說某一過去有成天有這樣 例如早上交易 下午要加科 他一個下去命令下去說今天你的交易不算數 那不算數就是全體的都不算數了 那會不會有賠償 看起來應該不會有賠償的問題 當然這個是風險就是要怎麼去克制這個 那這個是單一事件還是未來會常常發生 那我剛剛舉這些是說大陸的制度是不如台灣 他不像台灣是一個市場經濟的制度 一個主管機關要做一件事情以前 都不敢隨便貿然 一定要經過評估 不敢隨便貿然說一個可不可 他一定會經過徵詢業者意見 或是怎麼樣討論以後才敢去做一些制度 那麼大陸目前他的人質色彩 很多他主管一想到什麼可能他就做 也不會徵詢大家意見 那過去我在大陸幾次跟大陸一些企業界也接觸很多 那麼大陸企業界常常最常聽到他們講的 就是抱怨金融業的服務 態度不好 常常會說這些銀行行聯或是證監業 像老太爺一樣 我要去借錢好像要拜託什麼 這個跟早期台灣還沒開放明明銀行一樣 類似這樣的一個情形 我的銀行我就住在辦公室 你要借錢你來找我 那現在我們台灣你看 大家假如有手機 常常會接到手機 接到銀行寄給你要不要借錢或什麼之類的 那當然風險一定有 那這個請問一下系統性風險 對於說是你的這個 因為有時間的關係 可以那我們把最後一個問題問完 因為我們已經超過十分鐘了 因為我們今天時間 待會要不要有時間 自己家人在請教我們那個 可是他們不是說你要先離席嗎 因為 其他人在問啊 問你在講 那歡迎大家提問 因為我看到 大家休息一下 好 原本 原本現在講是 原本現在講是 那個銀行公會理事長李季珠 那他的時段呢 跟我們中華經濟研究院的 的副院長呢 王副院長呢 互調 那我們現在 請我們 王副院長先 Back 因為我的答案也在 好,接下来,因为那个理事长,他比较可能有点形成上的一些规划 所以我先来这个报告一下 那我介绍一下这个福茂系的盲点跟他利益的共享 为什么福茂会引起这么大的反弹 它其实是当然有好多的不同的一些看法 当然可能包括来自很多的group 第一个可能本身对黑箱作业的不满 可能对这个比如说对福茂协议本身的一些东西有一些impact 第三个就是说他可能配套很多东西不足 第四个可能跟这个什么 跟我们年轻人跟中华系的未来没有建立有效的联系 所以我从这个角度来看看说 政府哪些呢可以做得更好一点 然后将来呢怎么样利益呢可以跟大家共享 让我们的福茂可以做得更好 因为事实上呢台湾现在就是很糟糕 就是说台湾现在其实几乎什么事都做不起来 好你立不发觉从我们的福茂现在货茂 现在自由进行事业军 几乎都做不起来 做不起来说大家这样做的话 不管是国民党执政 香港北京党执政 台湾呢 其实你可能毁掉了自年轻人的未来 为什么 因为你什么都不做 我常常在讲就是说台湾第一个安全 当然实化合适 合适大家是比较有争议 所以因为安全合适不要 因为呢污染了实化不要 因为呢什么 道德所用博弈也很常做 那我们因为呢 因为整个担心我们排挤到我们的旧学的权利 所以我们教育改革是牛部化 最后呢我们为了担心呢我们的医疗 会我们一般没有就业的资源 所以呢我们国际也不敢做 好 所以我们现在从福贸货贸贸到自由进行 几乎什么台湾所有的政策都停摆 那这个情况下怎么样 这用一条歌叫什么 没有一条歌叫什么 原来你什么都不想要 你看好 你没有新的产业 会不会有新的投资 没有新的投资会不会有新的就业机会 没有新的就业会会不会有新的所得 其实是没用的 所以我们在国际竞争潮流 已经选择了叫什么叫淡定 所以呢其实是一个很复杂 所以说福贸其实它本身是很大的瑕疵 当然我觉得就是说有些稳 所以我们今天想说下一次可以做得更好 让我们比较用积极的心态来面对 好那我今天就想说第一个福贸是一个黑箱作业 是不是一个黑箱作业 第二个呢看看为什么台湾交入七菌整合 那刚刚那个跟那个理事 對財團有好處、對綜合金融有好處、對我們的年輕人有什麼好處? 不知道 那我這裡要講一下 最後一個就是說 到底有什麼樣的一些其他理問 下一頁 那我第一個為什麼叫它是一個黑商作業 因為其實我們在這個AGFA裡面有一個所謂的架構協議 在2011年1月1日生效 我們那時候有一個叫框架協議 AGFA Framework Agreement 那時候是一個框架協議 所以框架協議通過之後 後面就有六項的紙協議 幾個紙協議 包括服帽協議、貨帽協議 爭端解決投榜協議、早期收穫等等等紙協議 所以你的主架構已經通過之後 一般人認為說 那個其他的紙協議就順理成章 就是說我主的架構協議 因為AGFA是一個以十年為期的準自由貿易協議 所以它不是一步到位 它是主步的談 所以它主協議通過了以後 一般人認為說 那副的紙協議就會慢慢的過 那就是理所當然 所以呢 國貿局啦 這經濟部實際上有點調理清晰 也是死料未及 就是說 我主的架構已經通過了 那紙協議就沒有很多的 跟這個什麼 立法委員跟老闆 新建立法委官員做很多的溝通 所以呢它是有溝通 可是溝通是不足的 所以大概是這樣出了一個問題 好像也 那再來透明程序跟談判底線 為什麼 為什麼政府那時候想說 有些東西沒有很透明 那當然跟談判的底線有關係 因為你去談的時候 你如果太透明了 一般來說 很多國家在談的時候 當然是會抵海關係的 然後也會跟這個國會做一些聯絡 但是呢 也不會充分的很具體的透明 為什麼 你太透明的時候 台灣的媒體那麼強 你太透明 大陸會不會知道你呢 底線在哪裡 你哪個東西要浪 哪個東西不浪 其實是很清楚的 所以呢 你知道我們台灣 大陸的做什麼事都是人海戰術 打仗是做什麼 人海戰術 研究呢 也是人海戰術 大陸的台灣人是什麼 台灣是 一個人 研究一批產業 大陸是怎麼樣你知道嗎 一批人研究你產業哪個牆 所以每個國家跟大陸談判 其實都避免到比較厭視 所以呢 我們事實上很多是保留我們的談判底線了 當然 當然有點比較不透明了 所以這裡面就是一個trail off的關係 那但是呢 我想這個學運也幫助台灣 可以做足條審查 立法監督了 那當初為什麼很多人講說 欸 為什麼看這條可不可以改 為什麼只能審核不能改 因為就像說啦 你一個橘子 本來我談的時候 是一個橘子換一個蘋果 結果呢 我回來以後就把橘子切掉 設計說 我可不可以設計橘子給你換一個蘋果 所以理論上是可以改 但改的話就要重啟談判 因為大陸可能不買單 所以就從來全世界五百個自由貿易協定的話 重啟談判只有三個 那當然是國家的一些問題 所以幾乎是沒有這種前例 所以說要不然你就是照單全收 你可以say no 可以say yes 全盤接收 但是呢你如果重力改改的東西 就必須要再重新重新來論 就可能要花好幾年再重新談判 這是一個要求 所以呢 這個我覺得政府其實物體比較大 是強化行政院談判前 談判中跟立法院 跟立案關係的溝通 就是說呢 你談判後再溝通其實沒有意義了 就比較有意義 所以你談判前跟談判中的時候 怎麼跟這些立法委員 跟這些立案關係的一些成員 所以共協會 後來我們去了解其實是有 只是有點調理情形 所以沒有溝通的那麼徹底 所以呢可能很多東西就很快就 就那個 所以我覺得這是要加強下一頁 好 那這是當然是兩岸的監督條例 所以希望說 加了議題形成業務溝通 協議簽署 協議簽署後呢 都有一些諮詢機制 收集意見做協商的重要東西 然後呢還有一些國家安全的一些 固定評估都需要很重要 下一頁 那這個是剛剛講說 為什麼要國際經濟整合 其實國際經濟 就是說 就是國際經濟 就是自由貿易 其實是好事 可是呢 自由貿易呢 不是每個人都得到好處的 是給 就是國際貿易是有 所以要 give and take 自由經濟 我們常都說到自由經濟 自由學派的影響太深 其實自由經濟 其實現在開始很多人 在對自由經濟做一些反思 好 但是呢台灣可不可以不加入自由經濟 為什麼不行 因為台灣是出口 等一下我給你數字 台灣的進口價出口 在GDP的1.4倍 台灣是一個出口導向的國家 如果說今天是大陸 可不可以關幾門來 當然可以 因為市場夠大 台灣多少238人 很多國家是靠自己的 你看喔 大陸13億人口 其實關幾門就可以 美國多少將近3億人口 兩億多 日本一億多 巴西一億多 印尼一億多 越南八九千萬 這個華國這個國家 所以大國其實是比較容易去 去閉關 可是台灣相對來說是比較困難 現在這個版圖看起來 就每個地方都有一塊塊塊 打群架的時代 我想說自由貿易還很重要 就是說不是只有關稅的問題 為什麼 關稅是比如說韓國的東西比較便宜 因為它自由貿易比較便宜 所以它會比較競爭力 但是服務業是什麼 叫準路的問題 你沒有服務業開放 像證券 就算你再怎麼有競爭力 我不讓你去 你就沒有給你指導 就永遠不能去 服務業喊個叫準路問題 叫Market Entry 我今天沒有開放指導 你就永遠不能來 在你再怎麼想 進來就沒辦法去 好 這是一個現實 下一頁 那這裡面 剛剛Museo也提到這個東西 就是說這幾個 為什麼很重要 就是說因為這幾個其實對台灣的 都是台灣的貿易夥伴 因為台灣這個叫ASSEP ASSEP就是全面區域性的 你看這幾個國家 從ASSEP裡面什麼 中國 韓國 印度 印尼 Cambordia 這個遼國 越南 都是很大 那TPP這些都是 比較現金國家 美國 加拿大這些國家 那告訴你一個數字 台灣現在APEG 20個國家裡面 只有三個國家 還沒有參加TPP ASSEP的 的談判 哪三個國家你知道嗎 第一個是Russia 俄羅斯 俄羅斯 基本上是一個比較歐洲的國家 所以它這邊比較沒有介入 而且它現在忙著 對抗烏克蘭 第二個是台灣 第三個哪個國家你知道嗎 叫PNG POP New Guinea 包補新幾內亞 你們聽過 表示一個維護其微的國家 所以告訴你就說 全世界其實都是在亞洲國家 幾乎都投入這個區域的政績 這個一個叫Trey Blocks 就是一個大群架的時代 那你沒有大群架的時候 當然是因為台灣是要靠出口 下一頁 那這個我們的韓國 韓國對台灣其實是一個很重要的國家 很重要的競爭對手國 你看韓國每100塊的貿易中 可以享受到FTA優惠是 韓國是36.1 台灣只有9.65 它的東西就比你便宜很多 所以事實上你的競爭 你看韓國 下一頁你看它的數字 你看 韓國本來大概 大概它的GMP是比台灣小 後來慢慢的超過台灣 如果沒有自由貿易協定 它大概是1.31倍 但是有自由貿易協定 它變台灣的GDP的1.87倍 未來到這個趨勢來看 可能是加了韓國的GDP 可能是3倍 所以這就是告訴你就說 會有一些影響 那衝擊還蠻大 因為韓國在什麼 韓國在什麼領域上 都跟台灣很多東西 我們過去有手機 現在手機就是成長的 那還有什麼 電腦 DRAM 還現在工具機 那台灣沒有汽車 但是沒有 但是每個行業 都對台灣來說影響的大 而且三星呢 多大的企圖性 你知道嗎 它現在什麼都做 生技 醫材 醫療器材 什麼都做 所以將來我們開玩笑說 將來台灣可能都沒有蔥餅可以吃 為什麼 有沒有蔥餅可以吃 因為將來有三星蔥 會不會 我們那三星之後不見了 開玩笑 好 下一頁 那為什麼是一個消極 就是避免被冰冷化 因為你這是一個自保的一個動作 就是說 加入區域精神 不見得會更好 我告訴你的數字 加入區域精神 會不會變更好 不見 為什麼 你知道嗎 加入區域精神 只是自保而已 只是鞏固既有的市場 東協跟大陸簽自擁保協定 東協 這差不多八年來 東協國家的進口是這樣子 對大陸的進口是這樣平的上來 有上來但是平的 反之呢 中國那道 東協國家是怎麼樣 是成了一個正協率的上來 告訴你說 你產品有競爭力 你有FTA的加持才會這樣走 但是呢 你產品沒有競爭率 FTA只能幫你自保而已 就是一個平的一個旋律而已 所以呢 我們不能講說自由貿易協定 一定是萬贏單 自由貿易協定 其實只是讓你自保而已 那基集呢 你看基礎建設法規 投資的國際接軌 你看台灣 以前沒有一些觀光的時候 你有沒有發覺2007年 知道台灣呢 我們的基礎建設比較破破爛爛的 我們的機場 中正機場 我們的松山機場 你有沒有發覺 以前2007年之前 有沒有很糟糕 有沒有 現在第二行在裡面 亞洲最好的現象是哪裡 仁川 張宇 新加坡 上海的浦東 香港的赤拉角 台灣的中正機場 松山機場 後來呢 可是慢慢的有觀光進來 你有沒有發覺 這個基礎建設開始 開始投資 變得好起來 所以告訴你 就是說 你有些新的機會的時候 基礎建設會更新 第二個 法規會國際接軌 你的法規 未來跟人家資源關心 你就逼著你的法規 要跟國際接軌 第三個是什麼 投資的國際接軌 為什麼 因為你很多的 像上面投資了以後 將來你跟別人貿易以後 別的很多外商 就會越來越來越投資 那你呢 像三星 現在三星 你知道嗎 三星裡面 公司的員工裡面 已經超過50%是外國人 不是韓國人 三星裡面超過50%是外國人 到那個國家 我一個朋友 他要到香港去工作 他說台灣真的是太不顧國計畫 你看香港人 或是新鮮 開始開會的時候 就幾個人不同國家 一開始 英文就開始 台灣人呢 怎麼樣 我們派很多人 派台灣的學生去大陸 去香港 去新加坡 他們說 我可不可以不要去 我要考慮家庭 我還有女朋友 我要帶小孩 所以台灣 我們其實是比較怕國計畫的 所以我們比較沒有這種國計畫 但是將來可能越來越來避免 好 那這個國際機會 海外市場的協助產業升級 下一頁 好 那你看出口家幾乎在GDP的140% 台灣其實是一個 比較出口導向的一個經濟體 台灣除了亞洲國家 除了香港 新加坡 超過台灣之外 台灣是一個很高度 依賴貿易的國家 好 那你覺得一個國家呢 越小的國家 語言能量越好還是越差 蛤 應該越好 你看美國會什麼語言 英語 日本會什麼語言 日文 法國人會什麼語言 法語 德國人會什麼語言 德語 蘇聯 俄羅斯人會什麼 俄語 可是呢 這些都因為他們 國家市場太大了 我這樣 守住我的市場就可以了 可是呢 越小的國家 新加坡有這種語言 三四種語言 荷蘭幾種語言 三四種語言 四種語言 香港有很多很巧的語言 所以越小的國家 其實是語言能力要越強 稅率要越高還越低 越小的國家稅率要越高還越低 哈 應該是低 為什麼 因為你要開放 第一個就是你的市場小 你要稅率高 我根本就不來了 對對 如果說你市場越大 我今天為了搶劫市場 我就比較忍受比較高的稅率 所以一般來說 越大的國家稅率都不加高 越小的國家稅率低 才能吸引資本 我今天吸引資本來 我在咬你一口 不然我連咬你一口的機會都沒有 稅率越高 那越小的國家 越開放還是要封閉 其實我們是沒有封閉的本錢 為什麼 因為你人太少了 人太少沒有足夠的規模經濟 即使韓國有五千萬 加利五千萬 韓國一定要利用大陸市場去做什麼 去做延伸它的一個貴 本土市場 你看我們的HTC 本土市場在哪裡 我們一開始從歐洲起家 我們的Acer從哪裡起家 Acer在美國打得不錯 但它在拉利麵做 在東南亞打得很好 所以原始上才變成國際品牌 ASUS 你知道鴻基在三十年前 資本多少?一百萬 現在是百億的公司 ASUS 二十年前一千萬的資本 現在都是百億的公司 這些公司沒有海外的市場 它幾乎是沒有辦法成長 沒有辦法做這種事情 那我有一次去羅馬 羅馬說好羨慕 他說義大利家族很羨慕台灣人 為什麼? 因為台灣人他們的家族企業 一百年以後還是家族企業 還是很小 但台灣呢 可以利用海外的市場 國內的資本市場 把自己壓成國際型的公司 當然這是國際公司 怎麼樣回歸台灣這另外一回事 好 那這邊就說 這也是這樣子 服務業呢 台灣服務業為什麼 你知道台灣為什麼 大家薪水這麼低 為什麼現在22K 我上次看到政委員這麼說 我說22K現在很低 他說政委員說 王博士你不要亂講 現在我們年輕人拿了兩萬三 兩萬四 我剛才有說發生了差別 22K跟23K有差別 我就說 22K不是說他真的拿兩萬二 南部還有碩士拿兩萬塊左右 也有 22K是年輕人不滿意 你薪水太低的代名詞 但是我們的服務業都很小 你看你周到的服務業什麼服務 你看周到的服務業 你如果在台北市 你周到的服務業是什麼 7-11 便利商店 手機店 眾戒業 水果店 餐飲店 還有呢 一些什麼 都一些服務 一些小型的 然後這些行業需要很多大學生 高中就可以 但是我們實力讓我們做了什麼事 我們實力讓我們大學成長了兩倍 碩士成長了三倍 博士成長了四倍 所以現在我們是 人才的需求在這裡 人才的供給在這裡 所以我們是博士做碩士的事情 碩士做大學 大學做高中 學歷嚴重變成 因為台灣的服務業太小了 我舉個例子 為什麼台灣服務業要留海外市場 因為你國內已經沒辦法 足夠的養物讓你抽獎 像巴蜀的喜好 巴蜀其實在台灣 有300家店 海外有400、500家店 這時候他需要什麼人才 要不要語言人才 要不要高階語言人才 要不要研發的人才 要不要品牌人才 設計人才 要不要一些財務長 勞工專家、律師 所以他薪水才可以提 鼎泰豐他也是開始慢慢大型化 他才可以幫他提供很高的四、五萬的薪水 網品牛排 所以告訴你服務業 如果還是留在小規模 沒有一個市場提供你足夠養分的時候 你其實是沒辦法走出去 好 你可以避免就是說 如果說我們看到現在服務業都是這樣 你閉著眼睛已經想好了 三、五年如果我們都沒有這種變化 年輕人的薪水會不會提升 我告訴你我們現在公司找一個博士 我們找一個助理教授 都是八、十、一百個博士來應徵 這是一個像我們以前 以前我們來應徵工作的時候 一個人就一個位置 一個一對一 好下一頁 製造業也是其實 為什麼服務業遭受緩彈 第一個透明不足 剛剛講 第二個同理性不足 為什麼 因為沒考慮到很多中小企業 穿得服務業影響很大 但是呢 剛剛很多人在問就是說 其實為什麼服務業進來 我們今天開放了以後 是不是大陸就長驅直路 跟吳三貴進來三個關一樣 其實不是的 為什麼 即使我們兩邊的協議開放以後 第一個 我們將來還有投審會 陸委會的審查機制 第二個呢 將來如果它有操縱市場的力量的時候 我們還有公民教育委員會 我們還有一個配套基金 還有呢 我們當然還有一個緊急的救濟機制 好 所以呢 不像說 不是說像山海關一樣 像武漢村進來以後 我們今天簽了協議後 大陸就可以到處都是大陸人 怎麼可能 會不會可能 不會的 那所以我們有一些配套機制 但是呢 政府還有一個很大問題 就是說沒有考慮統理性 我們現在政府一直在講說 我們所得很高 美人所得很高 我們的物價很低 但是呢 這個社會就沒有考慮到 這個社會就可以叫什麼 M型社會 整個社會是M型社會 所以M型社會的時候 你用平均的字 可不可以代表你的錢 以前我們可以代表 比如說你國民所得 你賺10萬塊 我賺2萬塊 相加出業是不是6萬塊 你跟著講 跟著2萬塊的人 賺2萬塊的時候 你平均所得是6萬塊 你會不會提得下去 因為現在用平均數字 已經完全脫離了 整個的意義 所以政府如果沒有出到M型社會 其實所有的政策 虧待做的都沒有用 為什麼你知道嗎 現在台灣如果把 國民所得分成5等分 把家裡所得分成5等分 最後20%的家裡是付儲蓄的 倒數20%到40% 一個月存怎麼兩三千塊而已 所以幾乎40%的家裡 是沒有太多儲蓄的 所以政府想說 啊 物價很小啊 長長少其實都沒有考慮到M型社會 所得很高啊 平均所得 平均所得其實他的平均所得 PBV來說是不低的 但是呢 那沒有意義 為什麼有錢太有錢 沒有錢太沒錢 好 那這就是 那就是說 還有年輕人對低價 低薪高房價的部分 為什麼 現在房價高到 這波呢 我最近看到幾個人 幾個台商在大陸 現在台灣很多台商都要回來 為什麼 第一個 越南暴動 第二個呢 現在最近大陸呢 東南沿海呢 說加薪就加薪 他給你呢 強迫你每個員工 加一千塊的保險 這很多社會的保險 然後變成家裡變相性 一千塊是多少錢 就是五千塊 一千塊人民就是五千塊 所以大陸的這些台商 其實都很想回來 但是呢 回來以後 他們第一次想做什麼 投資房地產 還得了 所以呢 政府一定要有個好的氣味 讓這些人回來 不會去投資房地產 投資比較 比如說 課一些稅 一些好的投資氣味 讓這些人會輸到 所以呢 不透明 不透明 沒有透明 所以看到 你看到旺益的虧錢 蛤 就是呢 我告訴你 歷史的經驗告訴你 國民黨和執政黨 一定把效益的極大化 說哇 多好多好 你看都怎麼了 但是呢 在野黨一定把那個 衝擊的極大化 說哇 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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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正 反正告訴你 最後你看每次的經驗 告訴你 會不會像執政黨講那麼好 絕對不會 會不會像執政黨講那麼差 也絕對不會 最後一定是區域中間 你每次去看看歷史的經驗告訴你 有沒有 每次有沒有說像執政黨講那麼好 有像執政黨講那麼差 也沒有 所以是這樣子 那這部的執行所條件 為什麼 因為呢 EGFA是一個十年期的FTA 很多人講說EGFA沒有效益 我告訴你 EGFA在剛開始 因為EGFA是一個十年期的 我們現在還有一萬多項的貨帽 還在談 我們現在只開放了八百多項而已 我們有一萬多項 八百多項 在多少 佔十分之一 就像一個人跑馬拉松 四十公里半一樣 你現在才跑十公里 就說哎呀 你已經跑不到終點了 其實那個東西是動態的不斷在發酵 都會有它的一些機會 好 那這個呢 就是說沒有計劃的數字 就是說台灣呢 福茂又是一個製造業的出口 我現在很多福茂呢 就跑了 就說我們之前製造業有沒有空洞化 我們產業你看紅海 紅海有多少員工你知道嗎 紅海有150萬員工 在台灣有多少員工 一兩萬 其實台灣的 現在台灣 為什麼 我們代工 所以我們的海外的 從事的那個 我們的製造業有50%在海外生產 我們的ICT產有80%在海外生產 所以我們的舊業幾乎沒有穿到台灣 但是可不可以移回來 我告訴你移不回來 為什麼 找不到工人 找不到土地 為什麼 有個學家跟我說我想回來台灣 但是我回不來 為什麼 他說現在台灣統統是大學生 找不到工人 台灣現在沒有工人 都是大學生 我們現在依賴外勞 可是哪一天會不會沒有外勞 我告訴你外勞 那本土 本國 越來經濟越好 他會不會回去 匯利病人現在慢慢不來了 為什麼 如果你經濟 國內經濟變好 你會不會來 會不想來 因為離鄉背勤 還有拋棄棄子 對吧 還有這個 父母也沒辦法養 好 所以呢 其實我告訴你台灣 其實整個整個結構 如果稍微慢改變的話 其實台上我們還是有機會的 但是我們現在還是 然後呢我們的弧帽 會不會跟一樣 就說巴蜀路西去大陸了 頂泰文去大陸 對你有沒有感覺 你有沒有感 這些人都去大陸投資了 有沒有幫助你 沒有 對你有沒有好處 沒有 你沒有辦法 就是我們的服務業跟製造業 就想斷了線的風箏 跑到海外去動 就沒有跟國內聯繫 所以就業機會 薪水都沒有跟國內掛鉤 當然老百姓會不滿 你沒有計劃 我這一講就是說 你輸出產業 但是沒有計劃的輸出 沒有跟國內做聯繫 下一頁 所以呢 我們講說 硬是為第一個主要 實料透明度不足 實料未盡 可能必須要慢慢溝通 包括公協會 走路校園 跟新的媒體 配搭不足 當然有一些緊急機制 激進 同理性要加強 瞭解整個M型社會 執行力改善 比如說一些監督機制 年輕人呢 跟中華青人呢 連結不足 民眾不敢 第一個呢 就說 怎麼樣協助企業呢 我今天中華企業 我也可以跨境行銷 現在有所謂的第三螢幕支付 有很多跨境的東西 那我今天如果服貌的很多東西的話 我不必去大陸投資 我透過PC Home 透過很多的一些雲端 我是不是可以就出口到大陸 幫助我們有機的產品 我們中小企業一些文創產品 可以出到大陸 那是不是每個人都得到好處 第二個呢 年輕人 年輕人可不可以 我有沒有機會 巴主旅去大陸投資 去東協投資 我可不可以搭上這個列車 我可不可以到東協去工作 可不可以 如果你有機會到東協工作 你會去 其實我跟巴主旅老闆聊過一天 他說 如果政府給他們一點補助 會給他們有用 讓他們可以在台灣訓練一些人才 一些比較客製化 比如說跟聯售加盟 跟零售有關係的東西 學了以後 然後只有一個條件 政府補助你 只有一個條件 你就必須要把我這些人才 送到海外去 當儲備幹部 當一些副店長 然後慢慢的 年輕人就會有機會 那年輕人一陣子以後怎麼樣 回來學 學這服業的R&D 新的一些商業模式 他就變個人才培訓中心 R&D中心 服業有沒有R&D 你有沒有看到 7-11以前有沒有桌子 有沒有椅子 沒有 這叫一代店 第二代店 有沒有開始有桌子 有椅子 為什麼 因為有人有桌子椅子 坐了以後喝了杯咖啡 吃了一個甜點 吃一個關東住 他就創造很多業績 這叫二代店 將來三代店 會有女性 裝賣店 可能有老人化的裝賣店 開始有不同的營業模式 所以台灣就是要做這個東西 年輕人去了以後 一陣子以後回來收訊 所以人才就會有回流的機會 那資金呢 這些去海外投資 將來會不會錢 要不要匯回來台灣 像巴蜀路西 回來台灣 F股來投資 那這些東西呢 他就會有一些資金匯回來 會台灣呢 就會有資金有動能 我們就不會空洞化 所以人才資金 技術生產 慢慢的可以做一個回饋的機制 Ecosystem 台灣才會有機會 好 下一個 好 所以我們在講說 為什麼 Ecosystem 那麼多 沒講說力大的地 但是誰拿走呢 Who cut the cheese The large portion of the cheese 誰拿到最大的 cheese 一定是資本家 大企業出國產業 哪些產業的中央企業 製造業外移 服務業呢 會不會另一波的外移 其實呢 就是說一定政府 一定要在規劃的時候 一定要把它想清楚 我怎麼樣呢 讓這些利益呢 可以均分 當然不一定要均分 不太可能 但是至少讓它更公平一點 下一個 好 這個每次我講力大的地 這些數字我都不想再提 下一個 下一個 好 再下一個 謝謝 好 所以我們這個 JRTV有贏家也有輸家 像這個工具機啦 可能一些機械設備 牛肉蔬菜 農業非鐵金屬 這些都受害比較大的 當然有些得了好處 紡織 化學等等 這些都比較好處 但是呢 一定是有贏家的輸家 但是呢 怎麼樣去 補償這些輸家 然後呢 從贏家拿一點派出來 下一個 好 那所以呢 台灣呢 加入區怎麼要成為 第一個建立社會共識 因為台灣呢 其實沒有共識 我們講說 請看現在的服貌 太陽花事件 有沒有抗戰很激烈 我告訴你 你有 你去韓國看才知道韓國有多激烈 韓國人 韓國人連線是怎麼樣 你知道韓國有一個農民 在電視機實況轉播的時候 把自己手指割掉 蛤 蛤 然後呢 韓國人要做什麼事你知道嗎 韓國人 他說你們去嘛 這麼矮 一下班就過去 他說韓國人做什麼 用兩層高樓高的貨櫃車 貨櫃把他堆起來 裡面堆沙包 不然會被沖下去 上面呢 但是很多農民都用鉤子去勾 那個對不對 要把他推 爬過去嘛 他上面就還有一些 一些刺還是什麼東西 所以韓國人其實比他更激烈 但是這個就是說 你一定要去克服這個東西 他如果韓國沒有做這些東西的話 韓國還是走不出去 韓國的HTC 如果沒有大陸的市場 他本土 韓國人 我們一直很哈韓 對不對 現在年輕的你看什麼 來自新的你 這些每天看韓國人 我告訴你 韓國是我們台灣最大的競爭對手 韓國人輸了你以後 他會退一步 贏了你以後 他會把你整個都吃下去 所以我們還是要稍微小心一點 好 那這個為什麼要建立社會公司 因為出口開放是台灣的經濟 永續成長的關鍵 我這裡面有幾個就是說 我 可以到25層 25層 那還有什麼 就是為什麼要建立社會公司 就是說 其實教育很凝聚共識 一個社會 如果都沒有共識的話 這個社會很常 華爾街日報寫了一個文章說 台灣 is a very divided society 是一個非常分歧的社會 一個分歧的社會 其實走不了多遠 第一個你看 台灣哪一個做得最好 環保做得最好 為什麼 韓國環保的時候 香港人來台灣取述說 垃圾不落地就沒辦法 為什麼 他說第一個香港人呢 住太高了 你要等著垃圾不落地 那他這個電梯一定會爆滿 第二個 他說台灣人 環保做得太成功了 我們從小學就開始做分類 不重視環保 不分類就是不酷的行為 所以呢 台灣這個東西可以做 環保是甚至人性 還有哪個國家 連結丹麥 丹麥呢 那時候這麼十年前去紐西蘭 他的公園是怎麼查的 他那時候還沒有Sense 他幫你 我拿的是一個 一個那個 那時候就是有好幾層的 他每一切都把你探出來看 一個一個檢查 檢查了二十分鐘 很難想像 所以呢 告訴你就是說 台灣其實 我們MTA這些東西 就是說 我們從小還是要有一些正共識 知道說台灣是個小國 開放 但是呢 怎麼樣 那這些利益可以 歸老百姓甚至做的 利害關係的參與 我們要有一個戰略規劃 還有社會共識戰略規劃 行動方案 自由貿易怎麼存在共享 還有產業升級 那我們有沒有什麼戰略 下一頁 當然這裡面有一些戰略 就是說 韓國 你看韓國談判代表是多少 一千多人 韓國談判代表是一千多人 韓國幕僚是一千多人 然後呢 他本身呢 把一些工協會送到同路大樓裡面 開始做溝通 所以這溝通就是他的談判的底線 然後呢 他怎麼樣 有些立法監督等等 所以這裡面是很重要的 還有自由貿易怎麼樣 跟老百姓 怎麼配到 我認真想說 如果說呢 我們將來出口關稅的一些好處 因為你降級關稅嘛 工具機啦 房子等等 燉料會 我可不可以把這個關稅的 第一的10% 我可以拿出來 做一個基金 來分享這些比較受害的 美容美髮這些東西 那事實上 老百姓就會比較 相對來說 不會有那麼大的被剝奪幹 這是一個消極的 但是積極更積極的是怎麼樣 我們台灣呢 一定要讓我們的人才 我們的技術 可以搭上國際化的劣質 這樣才會有機會 拜拜 下一位 這是我們因應自由貿易的一個 相關的一些補助跟一些好 所以政府其實是有邊前的 可是呢 宣導相對來說是不足 下一位 好 那這方面 其實呢 我們剛剛講說呢 整個投資欄 不是說 像三海關 吳塞貴進來 就是長驅之路 事實上 我們有一些緊急磋商機制 有一些國家安全的一些例外 還有一些呢 如果呢 三年期滿 有些問題 我們可以做一些修改 好 所以呢 不是說我今天呢 開放以後 我就政府就不做任何管制 事實上不像 吳塞貴進三海關 就長驅之路 我們是有投審會 有審查機制 有事後的一些 終止機制 好 解釋 好 爭端的解決等等 下一頁 好 這些投資各位都把他開過去下一頁 好 那事實上 這個大家很高興就說 為什麼 每次去校園都談 其實我們都談的是經濟第一 可是呢 我們其實更多人甘心的是 我的社會品質會降低 我的國家安全會收到重啟 好 這些東西呢 你如果沒有兼顧考量的話 其實 所以我們這裡講說 資訊安全跟金融風險的問題 大陸人員 事實上是 很多人講說 大陸我們開放第二電信 會不會整個就是 有安全的問題 好 然後呢 有一些存取啦 這些東西 事實上政府這方面呢 其實呢 整個社會的資訊越來越透明 大家學生 提了很多意見 其實華爾斯對台灣是有幫助的 讓台灣知道說 這些風險在哪裡 我可以去幾次營運 比如說 銀行附入受信 禁止為上限 到大陸去投資 其實不能超過一定的比率 那這樣子會降低風險 大陸人來台灣 就算他有拿投資 年政中心規定 就是說跨境的傳輸 今天去衝動 還是要經過統一的 所以你還是有些把關的機制 下面 好 那這裡面呢 最後講說 為什麼呢 年輕人 為什麼服貌 跟年輕人有關係 你看我告訴你這個數字 台灣呢 市場小人口所得停止 沒有辦法成立 維持自己永續的成長 這個是台灣在1970到1999年 我們可支配所得成長多少 每年成長10% 然後消費支出占了成長9% 可是這10年來 我們可支配所得成長1% 我們的明年消費成長0.8% 我們整個消費就趴在那裡 所以台灣呢 為什麼服業起不來 能口有沒有增加 沒有 鎖定有沒有增加 沒有 那消費又不會增加 沒有 那消費不會增加 你服業就起不來 當然是起不來 當然是起不來 所以告訴你說 台灣如果說 我們什麼都不動 我們的服業已經沒有辦法維持 self-sustainable growth 我們就沒有靠自己 永續上只有靠兩條路 一個是什麼 觀光客進來 擴大你的內需 一個是你的 你的產業可以走出去 利用海外市場 擴大你的經濟規模 下一頁 好 那這裡面呢 我們剛剛講說 規模小 沒有辦法人力攻擊 為什麼剛剛提到我講 為什麼22K 好 因為呢 我們的人力需求 都是低階 剛才我講 我們每個產業 你看做到是 早餐店 美額美額 拉雅漢堡 賣味燈 然後呢 你的什麼手機店 輕易房屋 銀行房屋 我們的人力需求 實際上是非常低階 可是我們10年來做什麼事 我們剛剛講說 大學成兩倍 碩士成三倍 博士成四倍 所以我們變成 人力需求在低階 人力攻擊在高階 博士做碩士清 碩士做大學 大學做高中 學歷人跟我們貶子 所以告訴你們 台灣將來怎麼突圍 一個是官課進來 一個是服務業可以走出去 好 慢慢利用海外食堂 你看我們現在 巴蘇陸西 鼎灘網 慢慢可以提供 四五萬月薪的 你知道韓國的三星 前一百大 大概的大學生 月薪是八萬塊 但是呢 這只有前一百大 但是韓國有沒有 八十八萬韓元 韓國有沒有二十二天 我告訴你 韓國的叫八十八萬韓元 月薪差不多是我們兩萬五台幣 好 義大利有沒有 義大利現在有十星的 義大利現在有那種 就是那種 比較低階的 一千歐元 月薪差不多四萬台幣 可是義大利的生活成是我們兩倍 大概是我們兩萬台幣 所以現在義大利的父母都覺得 我的子女都變得好孝順 早上陪爸媽吃早餐 中午呢 帶個三明治 喝杯咖啡 晚上早早 回來陪爸媽吃晚餐 為什麼 好不然你根本就吃不起 好 所以呢 告訴你就說 我們台灣其實呢 其實這種二十二K吃早餐 全世界都有 但是台灣怎麼去突圍 一個考考考考進來 一個你服務業呢 怎麼樣利用這些協議 這些自由貿易 怎樣去走出去 但是呢 走出去不夠 下一頁 這上一頁還是下一頁 好 所以呢 再下一頁 看一下 再下一頁 看一下 有一個圖有沒有 這個圖 我們叫服業為什麼要有計劃的輸出 不能說像風箏一樣 斷了線一樣就出去了 我們服業是要 要怎麼樣 有計劃的輸出 你看泰國餐廳怎麼做的 泰國餐廳是怎麼做的 泰國餐廳是怎麼做的 他在泰國的縣廚師認證 ABC三級 然後呢 有計劃送到台灣來 台灣現在從 世界泰國餐廳從500家 現在世界有一萬家 太好吃 太平天國 太上皇 你有沒有發現 這個泰國的有計劃書 這些廚師 然後呢 給你貸款 給你Menu 給你裝潢 但是呢 他怎麼做 只有一個條件 你70%的食材設備 是要從泰國出口的 所以呢 你的服業輸出 就跟你國內經濟做 有效的連結 像我們巴蜀遊戲 可以做什麼事 我們這很多的蛋糕 我們很多的一些 珍珠奶茶 這些東西 我們跟我們的在地食材 怎麼去做有效的結果 你去盤點 我們的農村 這些東西就會有 就會掛掛 所以我這裡講說 我們呢 服業不是沒有計劃 我們一定要怎麼樣 讓我們的企業 國際化投資 我們年輕人 可以搭上國際化列車 可以出去 我們的資金 可以回來台灣 上市上櫃 人財資金 就是一個回流機支 這就是一個好的 生態系統 你如果沒有去想 讓年輕人 讓中小 第三方之物 跟中小協助 有效的連結 可以突破跨境的行銷 那政府在宣傳TVP 其實都是沒有用的 因為那是一個天邊的彩虹 跟你腳邊的跨度 還是很重要 所以這裡面 好 下一頁 那為什麼年輕人需要 你看 AGBA風貌開發領域 金融政權保險文創等等 都是年輕人 會來投入的行業 你看你家那裡 會投入什麼行業 年輕人大概就是 會做美髮美容 美甲 殯葬禮儀 運輸到中草藥 會不會 比較少 不是不會 還是會有人做 但是呢 年輕人更希望的是什麼行業 金融政權保險文創 電商 電影音樂 工商服務 這都是年輕人 會來比較希望的行業 對吧 是不是 就算你爸媽媽媽 是做兵葬禮儀的 美花美容 你會不會再做兵葬禮儀 也不會像我家開雜貨店 我練了書以後 我當然不會去 不然我現在就是雜貨店老闆 所以不會嘛 通常理論上不會 所以呢 傳統服務也可以救濟 協助身體轉型 但是千萬不要說 我因為呢 我要讓這些保護他 所以我就放棄我這些強勢 才會進攻的機會 為什麼 因為都是年輕人希望的機會 那這個比如說呢 今天的美國人不來 哇 如果大陸人不來 比如說我的棉花美容 大陸人不來 誰會來 那個什麼新來台灣的亂險 什麼日式未來 日本人 香港人 是不是已經到台灣來了 其實也會衝擊啊 啊 就算日本香港人 你看我們的早餐店 Saving in Japan 不斷地擴大一夜 從西飯賣到沙拉 會不會衝擊你 當然也會啊 所以呢 不能靠你說 阿拉沒來 我就很好 其實香港人 這些人都會來 其實還是會衝擊 所以呢 但產業是有階段性 武漢比較難生存 台灣呢 整個產業發展 是從農業 農產價值 成衣 紡織石化 集結ICT服務業 你很多產業 事實上是有它的比較利益的 不是說你去保護它 它就會留下來 18世紀最有名的是什麼 是馬車產業 如果今天我保護馬車 然後我將來什麼 我鐵軌都要適合馬車的路 我將來馬車要做得很漂亮 所有原部都要蓋得很漂亮 事實上有沒有可能 其實不可能 產業是有階段性的 你用違反比較利益 其實你不太能保護它 反而是害了它 讓你的下一階段的產業是沒了 你看我們的產業是有階段性的 好 下一階段 好 再下一階段 再下一階段 好 這裡面很多人就問一個問題 就是說 我們台灣對我們簽的福報 會不會大陸更依賴 會不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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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理論上 我想其實 通常念經濟的人問你說 會不會 你一直想說 不一定 就是還是標誌答案 這個為什麼 台灣轉型的為什麼 第一個製造業它的製造也好 太厲害大陸 我們把大陸自己的代工基地 所以我們幾乎所有的東西 都移到大陸 到東南亞 所以台灣 但是你看現在台灣 各行各業都面對大陸 都很衝突到競爭 你看我們從這個面板 有沒有 我們現在從IC設計大陸 什麼起來 人家叫海絲 我們的觸控面板 陳鴻為什麼跌那麼慘 歐飛光起來 大陸歐飛光起來 我們的HTC面設的挑戰 小米中心華為 我們的電腦收到誰 這場站 聯想 有沒有 我們以前聯想幫我們代工 現在我們幫聯想代工 但是呢 以後聯想在福字機的供應鏈 我們要幫它代工有沒有機會 越來越少 所以叫什麼 我們要幫它代工的機會是 聯想都不用想 可能越來越困難 所以呢 所以告訴你說 台灣其實製造業 一定要開始發展品牌代工 跟大陸做有效的區隔 但是呢 服務業的部分呢 台灣還不夠利用大陸市場 為什麼 台灣很少是最終產品的大陸市場 台灣一定要利用我們的最終產品 有品牌的東西 效果去打大陸市場 大陸呢 現在服務業占GDP只有五成而已 還有很大的商工 包括城鎮化 擴大連續社會規劃 這些都是台灣的機會 利用大陸市場來讓你服務業 可以成大型化 好 但是呢 當然大陸去是有很多風險 這是這一點的 可是呢 大陸的風險 其實台灣去的 美國去一樣有風險 但是呢 你如果不去 永遠就沒有機會 這米南話語是什麼 避免卡 騎骨 就是利益 你沒有去 永遠不會有機會 但是你閉著眼睛想 我如果現在台灣什麼都不做 我們薪水會提升 恐怕未來三年都很難 一定要做一點改變 好 我最後用一句句話 就說 It's very easy to say yes so say no but have a lot of guts to say yes 你要說no很簡單 為什麼 我no很簡單 什麼都不用做 但是say yes的話 就要做很多的配套 但是呢 每個人都說no的話 什麼都不做 我們會想到 下一代年輕人期會 因為你沒有產業 沒有投資 沒有薪水 但是呢 你如果做一些改變 我們社會都是零跟一 要或不要 其實我們很多的是零點物 你可以做一些風險的控管 做一些污染的控管 還是有些產業發展 要不然的話 我們這一代人 其實當年輕人做了太多決定 你可能會害他 好 抱歉再用多一點時間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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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王副院長的精采演說 現在我們歡迎銀行公會理事長 也是我們台灣石油膠金共唯一的女性的掌門人 台灣銀行 台灣金共董事長 以及朱小姐 所以我剛剛好像一進來就看到有台銀的同仁是不是 各位麻煩你們回去上班好嗎 好不好 我不希望有我們的同仁說上班時間在這邊停這樣的演講 不管是基於什麼理由 各位請出去 台銀的同仁 好 因為現在是上班時間 希望大家會去上班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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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 我們就開始今天跟大家討論 剛才其實副院長講得很精采 有关于这个福贸的部分 还有一个把的部分 自由贸易的部分 大概我们今天 这个主办单位叫我们来讲 大概是主要是跟大家聊一下 这个金融的问题 那事实上呢 这个金融业大概是 不管是这一次自由经济示范区也好 或者是在谈这个福贸协定也好 大概都是比较不反对的产业 大家积极出来表态支持 大概都是金融服务业 所以呢这个 面对这样一个主题的时候 特别来叫我们来炫调 其实有点点 不困难因为反对的人很少 反对的人很少 大部分都赞成了 所以我可以先请教一下好了 因为虽然我今天要谈的是 自由经济示范区 我先请教一下好了 就是对各位对 不管是福贸协定也好 或自由经济示范区也好 你们觉得有疑虑的部分是哪里 大家觉得我们在福贸协定里头签 这个有关于金融方面的协定 或者是说在这个 自由经济示范区里头做金融的开放 大家有什么觉得不太安的地方 其实在场的各位 都是希望台湾能够越来越好 可是其实不是百分之百战胜 可是我有一例的是 我对台湾的政府能力 我有一例的反省 就拿二代健保的补充房费来讲 我去年的年所得不到20万 可是我的补充房费 是多台民的数十倍的比例 所以单做一个小小的一个 二代健保的普通宝费 都做的这种样子 那这么复杂的图卖 这么复杂的一些东西 那是不是会做的很差 这很棒的一个问题 副院长能不能来打一下 全省巡回演讲的数百场 我没有数百场 我想资新力 政府的资新力 其实我说过去老实话 因为政府其实 其实我觉得学运是一个好事 为什么你知道吗 因为政府当初其实死掉危机 很多东西都没有看到 但是呢其实我觉得像足条审查 足条审查后面有一些立法监督 其实我觉得是不好事 就是说你将来呢 每一条条文审查你后面的预意是什么 你觉得你的 人的昂胜是什么 你将来怎样扩大的效果 你逐条去审查 逐条去监督 其实就是执行就很好的一个东西 因为现在呢 其实说句老实话 我也担心 但是呢 因为真理越并越厉 其实学运 很多社会开始重视这个东西的时候 政府就会无所逃避 资讯越来越对称 政府呢 其实就会把这些东西纳入一件 像比如说我们地人练习 那时候大家就会很怕 对吧 所以政府呢 说哦 原来是政府 原来开始就会归办 但是呢 政府 你有很多资讯告证 我们讲说不冒险 签了 不就说 就是一个像吴赛会 大概会看不止的 其实 它后面呢 也有一些监督机制 侦查机制 公立教育法 进行宗旨机制 后面有很多的备案 所以呢 我把资讯 告诉政府说 你该怎么做的 每个人都放大眼睛来看政府的时候 政府就会很好的 好事可能有些 有些产生 所以呢 全民建立是好事 所以就说 那更多的资讯出来 政府的资讯 就会很好的 像森林国家 其实也没办法结合 但是 现在就会比较重合 哦 原来是这样 因为政府呢 比较多在冷气 冷气 廣播一点 那 那如果说 你慢慢说一些田野调查 这些资讯机 呢 就会有问题 所以 多提供给政府的 就是多一点提供 其实政府的资讯 你讲这个补充保费也好 你讲这个补充保费也好 或者说其实税制也好 现在都是碰到一个问题 就是 其实因为我们政府 大概都是具有 能够比较能够 第一个是掌握到的所得 在可税 所以你可以看到 大概现在我们常常在讲一句话 就是所得税里头 百分之七十几个percent 都是薪资所得在讲 所以它的道理 因为你的所得 我相信你的所得 应该是很透明的 是掌握得到的 那欧台铭 它很多的所得 应该是鼓励所得 股票鼓励所得 它同时所得 这个都免税的 所以就会出现这个 所以这本身 是我们整个国家 税制 苛税上的一个问题 所以我是觉得 这个是 因为我觉得应该改 我是一直觉得它应该改 因为其实就 整个台湾所得分配 你看就是 越有钱的人 他的所得 来自于你的薪资所得 你的薪水的比例越小 越有钱的人 他大概所得来自哪里 来自买股票 买不动产 这种 或者是买基金 可是这种东西 在台湾来讲 大概都是 要不然就是税率很低 要不然就免税 所以就会造成这样的一个情况 所以 那因为你这个 刚刚讲博生网费 它也是造 主要是造薪资所得 来课 所以你就会造成 那个领股票 因为 我这波印象没有记错 郭台湾好像说 它不领薪水 所以它领股东报酬 所以你会缴的比它多 也不太意外 对 那可是我觉得这个跟 当初我们的税的设计 是有关系的 可是回过来讲说 福茂的监管 这一块 那春祝刚副院长讲述说 当民众越在 已经那么在乎 而且这么强烈的反应的时候 而且我觉得这次 其实坦白讲 学生运动也有一个贡献 它就是 就是催生了一个监督条例 好 那 可是至少我们可以知道的是 当大家这么注意的时候 政府就会开始去监管 好 那我觉得是说 如果政府 它有心要去监管的话 其实很多部分 是可以监管得到的 像 其实 而且我是觉得说 与其让这些 比如说以金融来讲 偷偷摸摸 用不同的资金管道进来 不如我大大方开给你 你就从这个管道给我进来 像比如说金融来讲 金融来讲 我们跟大陆一直协商 有东西叫做QD 它叫QD 它叫QD 它叫做合格的QD 国内合格的机构投资人 它是QD 所以国内合格的 境内的投资人 像我们开这个东西给他的时候 其实我当初的主张 我们现在刚开始说 三亿来五亿 我的意思是说 你就开十亿 因为它这个是进来 是进股市 因为你开给它这样的一个管道 说你用这种钱进来的时候 大陆的资金要进来 它就走这个QD的管道进来 而且当时我在金管会的时候 其实它这个QD的资金 只要来买股票 它的登记号码都是跟一般我们国内资金 或者是其他海外的这些欧美国家 在买进来的钱 登记号码是不一样的 那我们坦白讲 股票这套系统是非常非常健全 所以而且甚至我们比如说 假设我们台积电 不需要入资买超过 加到十个%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我们就会在电脑系统 通通设定好 所以你入资这个钱进来的时候 你买只要一到十个%的时候 它这个钱再怎么进去就下不单 下单都下不下去 像这种是什么 是你开一个正门 让它把这个钱从正当的管道进来 如果你都不开门 或是小小开门 它反而都混在那些 我们现在听到很多什么 境外基金 海外基金 讲白点一堆里头都混在大陆资金 所以你会更不知道它在哪里 你不知道钱在哪里 如果假设我们真的怀疑这个 中午大陆有所谓的阳谋 在那个地方 因为其实大陆的阳谋 大家都很清楚 他从来都公开讲 他希望统一嘛 如果你知道他的阳谋 在那个地方 他想做什么事情的话 其实与其你让他藏在这个 你不知道他这个资金 往哪里流传 不如你就开个门让他进来 如果你问我的话 我觉得对于福茂 对于这种 这种 就是相对跟他切ACFA 我的看法是觉得 你就开一个阵阵阵阵的门 让他进来 所以当时我就觉得说 与其你让QD开那么小 他就觉得我浪费那个时间 比如说我们开一个 我们现在是规定 每一家机构投资人最多最多是 一亿美金 然后最多是五亿 全部加钱是五亿 你想想看我今天大的 一家基金 我要来投资你台湾 我要配置这么多人去分析说 你这个国家的股票 你的产业趋势 国家风险 我要投这么多人 就会只能投一点点钱 他根本就 懒得跟你去玩这一套 可是如果说你给他的金额 在一个 我刚刚讲过 你知道他在哪里 可是你又掌控在一个合理的标准 比如说我们开的不是五亿 假设开的是十亿 他可能就够那个规模经济 他就大大方方跟你分析 然后从这个管道进来 为什么 因为他从那个不明的管道区去 他有很大的风险 因为查的要罚 对不对 所以当他 可是确实也没有人想来投资你台积电 确实有想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你就开一个门给他 他来投 那就像我们也想去大陆投 很多台湾人想 因为以前大陆股票 当然现在大陆股票市场 就不行了 一直在 以前股票市场很好的时候 大家也想去 可是问题是 外国人就不行 所以以前那时候 很多的台商去什么 就借人头 借大陆的人头去买 就买到后来有风险 后来就被吃掉 所以他用这种 不合法的管道的时候 都有风险 当你的管道开给他的时候 他就走一个合理的进程 就是说 可是重点是 他进来的时候 你有没有办法有效监管 那因为我不像王副院长 这么厉害 每个产业都有去读 没有关于福茂或什么 我大概就是读的 大概就是我们自己的金融的部分 那我只举这样一个例子 当然有人问我说 福茂谈得好不好 我就说 还不错 当然 那天不知道有谁在问 他就在立法院问我 说是不是很完美 我就说没有什么谈到完美 任何事情都有改善的空间 那如果说 那我们也希望谈得更好 更 帮我们争取更大的福祉 那帮我们的冲击降到最小 可是有时候一线谈判的人 他可能 不是 就是一下子应反应的这么快 所以当然这就是为什么我一直在强调 说其实谈判或所谓的协商人员 是要被训练的 他是要被训练的 所以我觉得这一点很重要 这样我可以补充他的回答 好 还有其他问题 来 我觉得这样很好 大家就针对自己关系的问题来问 我这边的问题比较不太一样 你是媒体啊 我是媒体没错 不过我这个问题想要用个人的身份来读问 就是 其实我曾经在中国工作四年 然后 但是我曾经因为我在六四期间 在电话里面讲到六四两个字 我的电话就遭到监听 然后 我也曾经因为 我朋友因为转发莫尼花的讯息 就是中国的朋友转发莫尼花的讯息 然后他就被公安找去喝茶 那中国现在透过政商关系 其实他可以透过各种厂商监听的人 比如说 微信已经谈人王子来台湾了 但是他的伺服器放在中国 这个伺服器是受到监控的 如果有人利用微信 传递台湾的机密讯息 就会被中国掌握 那 中国如果放这种厂商进入台湾 他们就可能会窃听台湾的一些政商 比如说 那个李董事长 你跟别人聊天的内容 可能就会被窃听 或甚至伸手进来 就是用各种不同的方式来控制台湾的言论自由 因为就像李董事长说的 统一台湾是中国的社会共识 但我发现很多前往中国经商的台湾人 他们脑袋里面我往都只想着要赚钱 但是却很少去想说 我今天去赚了这个钱 会造成怎么样的一个影响 他们不会去思考说 我赚这个钱是让台湾的社会变得更好 还是造成更多不应该发生的影响 然后会不会有更多不一样的副作用 结果就是到最后就是变成 他们很多时候赚了他们自己的钱的时候 他们却没有想到其他人受到的冲击 没有消费者 甚至有的时候对于自己国家的一些政治的影响 他们都没有想到 他们大啦啦的常常说 商人无主国 好像这是很荣耀的一件事情 甚至有的人还会说 民主不能当饭司 好像只有赚钱才是王道 那对于这些人来说 对于很多去中国从政的 就是不是从政 就是去中国从商的人来说 他们只要能赚钱 他们并不认为台湾的只有民主是重要的 他们很多人甚至告诉我说 他们觉得统一以后有什么不好 台湾有那么大的国家做背后后队 还有谁敢欺负台湾 他们会有这种想法 然后可是这些厂商回到台湾的时候 却来要求政府减税 然后要政府去跟人家谈福帽 要去谈ECFA 要谈TPP 然后要求东要求西 然后却上电视说 你们这些年轻人 要靠自己 不能靠政府 这其实是很荒谬的一件事情 所以这就是福帽 为什么造成台湾这么多争议的原因 因为有很多人认为 自由民主 至少我认为 自由民主是比赚钱更重要的东西 但是还有很多在威权底下生长起来的人 他们其实并不了解这些民主的重要 然后很多人他们都一直在讨论的都是 福帽通过以后 台湾怎么赚钱 怎么赚钱 所以我比较想知道的是 我想请你们告诉我们说 在你们心中赚钱和台湾的民主 究竟哪一个是比较重要的 那假设福帽一定会对民主造成影响的时候 你到底是赞成还是反对 那更重要的是就是就里记住 那个董事长你可以说说看 如果你来看福帽的话 你看到福帽会造成怎么样的影响 那你认为政府需要做出怎样的 因应方针来因应这些东西 会让福帽更好 谢谢 这个我想这个 很大一部分要福帽帽给打 因为他看得比较全面 我刚才讲重点比较花在金融 我们讲的第一个 你问我说到底是民主重要 还是经济发展 因为讲白一点叫经济发展重要 其实你问我说两个都重要 就是当你一个国家的民众 如果说他的经济发展推到 就是因为经济发展不好 而变得生活得非常的辛苦的时候 其实你要保障说你一个有品质的民主 其实也会很困难 所以我是觉得说你不能两个都隔走极端 可不可以举一个例子讲一下刚才那个 就是基本上你说 好我们先假设说今天举一个例子 在国际间我们看说有什么样的例子 应该是这样讲 我们确实有看到很多 经济发展不是很好的国家里头 你可以看到民众就会有很多的冲突 对不对 也有很多的不稳定 所以其实经济发展 我一直觉得它是其实第一个它跟民主来讲 我不认为它是一个冲突的东西 那尤其是服貌 或者是你现在讲的自由 因为我今天特别跳自由进去示范区 我讲服貌是因为是副院长在讲 我就讲自由进去示范区 所以我自己就认为说这两个又没有必然的结果 你刚刚讲就是说有些商人 你说承认我承不承认有这种商人 我相信有 绝对会有一部分是这种商人向你形容的 可是问题是这种商人 你要不要让他有那个能力 除以危害到国家的民主 这是政府你很重要的责任 所以基本上就是说 你要不要让这些商人 他的力量可以影响到国家的民主 很多是我们存在 我们生活在台湾的这些民众 我们在做决定啊 你今天陈几何词是说 如果去像我刚刚讲的 不管是太阳花学运也好 或者是每次投票出来的结果也好 我觉得台湾其实民众是很理性的 他也看得出来很珍惜台湾这个民主的价值 那可是我们不会是说 因为这样的东西就跟这个经济体做生意 你知道我来看他就是一个经济体 你说美国来讲 美国跟他在国际上 现在是一个非常尖锐对立的一个地方 他跟不跟他做生意 他跟他做生意啊 那只是说我们要做好自己的防范姿势 像你刚刚讲的说 他会不会卖其次设备 你从长的窃听器 或是相关的一些收集资讯的设备 有可能啊 所以这个东西 比如说假设尤其是特别敏感的 比如说假设你的国防部相关重要措施 你就不要用这种机器 你的网路的防火墙就要做得很好 就像大陆自己本身也是啊 大陆现在因为担心美国 一直都在窃取他的机密 所以大陆他开始是什么 弃美国化 比如说以前他们电脑很多电脑 都有IBM的就是软体系统 用IBM的用这个甲骨纹的 他们现在开始在去这些 去化这些东西 用他自己的 所以他跟中国 他跟美国之间有什么有这种问题 所以我刚刚讲的说 可是你说 我们家里深斗小民的电脑 如果买的是联想 有什么关系 没有什么关系 所以我觉得还是你政府的这一块 就是说你政府的这一块 是不是守得够好 你的房间是不是守得够好 而且我相信在一个民主社会的人 你几乎很少听到 有人跑去大陆说 大陆比较好过 大陆很舒服 你有听到吗 蛮多的 很多人都在电视上讲 像陈文茜不是也常说 因为其实现在状况 我相信你听陈文茜 他一定会说 你看凤凰卫视在那边落地的时候 常常都不行 我们现在才要去落地的时候 他也会抱怨这个 我觉得现在的状况是 我觉得他要讲 陈文茜我是没有看 抱歉我实在是太少看电视 就是我会觉得他可能要讲的是说 大陆在发展他的经济的时候 是多么有效率 我想他可能是对这一块 是有点肯定 确实没有错 因为民主其实有一个缺点就是 基本上他会影响经济发展的效率 可是他的 我刚刚讲他的价值是很贵的 所以为什么这么多的 我们讲说要申请民主国家 就是有些事情发展 因为民主的程序 所以他会影响你的效率 可是这样的牺牲是值得的 因为那个民主的价值更可贵 所以他不是零跟一 他是大家在吹劳 而不是求取一个平衡点 所以你刚刚讲的那个问题 说什么企业庭啦 都有 可是我刚刚讲 政府就是政府 你要做好的事情 所以如果说前一阵子会有 为什么我们到现在 有些无限还是不开放 有些东西像我们金融机构 还是守得很紧 你以大陆大陆的这个持股值能多少 像刚刚我刚好像看到说副院长写了一个 查询一个个人资料 因为我们个人的资料也好 企业的资料也好 都会在我们叫一个叫联合征型中心 但即便大陆银行来这边设 他要去查联合征型资料 说我们一道一道关卡 也是卡得很紧 所以说你可能要把防卫的机制做好 而不是说因为我这个担心有这种困扰 所以我就不开始不接触 不往来 可是这边我有一点就是 我觉得对于台湾的政府 我们是的确是刚刚那个先生讲的 我们是不信任的 其实最好一个例子就是 现在麦当劳的客服系统 它已经外包给中国了 那结果就是我们每个人订餐的时候 中国其实它可以掌握到这个人 他住哪里 他的电话是什么 那如果他再来掌握 比如说他再把华为的设备放过来的时候 或许他就有机会去掌握到这个人 他的通言记录里面有哪些东西 那其实这个东西影响是很大的 那另外我刚刚还有想讲一点 其实是台湾很多人在比较的时候 比如说刚才那个 刚才的投影片里面 对副院长的投影片里面就有提到说 台湾的 台湾的 就是台湾的那个 不好意思我这边有戏 没关系你说没关系 因为是我拿电脑 我是请副院长站上来 因为看来我们现在是QA就可以了 不用继续演讲 就是台湾的那个 其实现在很大一个问题是 台湾就是小 中国就是大 所以很多时候 中国的一些排名 它其实比台湾 比如说它的成交量 深圳的成交量这些东西 比台湾还大 其实这是很自然的一件事情 可是我觉得很多时候 台湾的人很容易把这个东西 当成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来讲 但事实上这个东西 只是单纯的一个大 跟一个小的问题 那我们该想的是 中国是一个大的市场 它有它的经营的方针 比如说它可以利用它的大市场 去吸引制造商 前往它那个地方去设厂 买卖会更便宜 但是我们台湾也许 要想的是 我们是不是可以利用 比如说新技术 比如说APP 或者是网络这些东西 去前进全世界 那我们政府是不是对这个东西 要尽量不要的设限 然后鼓励这样的新产业出来 而不是像现在这种状况 现在的台湾的状况就是 台湾的政府一直拼命的想减税 但是事实上这些减税的过程 其实比较有利的 其实看起来好像还是旧的厂商 不是我们这些新的一些产业 那我觉得这是很可惜的一点 所以这是为什么我们会觉得不信任政府的原因 因为从经济的一些方向 他好像感觉不到台湾的特性在哪里 没有抓到台湾的特性 他在走那些劳碌 然后对于 包含对于这些资讯的控管 像微信都唐安皇之来台了 我不相信微信的那个些记录 台湾有办法去要求 腾讯去把它砍掉 这些都是我很忧心的部分 好 这个 这个同学 这位先生问了很多很好的问题 其实这也都很 其实我刚刚你问的问题就是 金化国势会要回答的问题 包括整个经济的自主性 文化的自主性 跟你国家安全的维护 所以就说我们在谈区域整合 不管是大陆 特别是大陆是为什么特别敏感的 因为福茂为什么比货货这种敏感 因为福茂涉及到人流金流物流 当然最后就是国家安全 所以这里面其实福茂 虽然它的impact没有像货货那么大 但是它其实 这个我其实很充分的了解 但是这里其实 我们讲大陆有潜规则 台湾也有很多的潜规则 我告诉你 你去问大陆有人来台湾设点 每个人都在抱怨说 台湾这个卡这个卡这个卡 所以真正来台湾投资的 其实很有限 但是通常就说 经济好像刚刚那个 你应该问了哪个国家 是因为经济乱掉以后 整个民族也乱掉 那是俄罗斯 俄罗斯在开放的时候 你看它那个哥巴基夫 一开始开放的时候 就先让了民有参政权去投资 这个经济垮掉 每个人开始非常想念共产党 因为呢 你通常就说 经济到一个程度的时候 你才会 所以我们现在就试图的改变 就是说我们跟大陆贸易 慢慢 那么我们也可以 它在改变我们 我们也在改变它 通常一个国家呢 通常经济一个 那个所得 比如说美人所得 在超方两三千美金的时候 开始对污染环保会重视 开始就会有重欲望 到五六千美金美人所得 到五六千美金 开始对参政权 民主就会有影响 所以呢 其实我们在改变它 它在改变我们 我们利用经济的提升水素 让他们的参政权 越来越要求越高的时候 对道路就是一个和平的状态 所以我就说很多东西 其实我们很难 就是说你每个人去想的话 当然很多事情 但是我们从文化的自主 从我们的国家安全 其实我们有很多把关 其实我们有很多监督机制 监控系统 所以呢很多人 把这些东西都讲出来以后 政府就说 哦原来这个东西都没想到 因为事实上越多的资讯 其实政府来说 帮政府做很多决策 所以从政治 政府从福茂得到很多教训 但是货茂就会更周延 将来自由经济就会更周延 但是当然我觉得 这么的执行力 恐怕也是需要 让老百姓来监督它 所以你刚刚讲的很多问题 我其实都还蛮同意的 但是就说我们可以从这个 我们讲说大陆大好 然后我就说 为什么福茂 我们的EQA福茂 货茂为什么要签10年 逐步到位的自由貿易 为什么 因为大陆太大了 我们现在都整个开放 因为自由貿易有两种 一种是一步到位 一个是逐步到位 我们就太行 大陆太大了 台湾太小了 我们刚刚上次去大陆说 大陆的金融从业人 我说他说 农业银行有多少人 他说有五六十万人 我说我们的从业 金融从业人加起来 只有七十万人 所以大陆开放一个农业 我们才就垮了 所以我们为什么要逐步到位 我们要很多规范 我们很多 我们在讲 包括大陆很多潜规则 我们更多的潜规则 所以我们有些卡位 那么这样慢慢来 其实也是好事 所以我想说把这些东西提出来 但是你的问题可能太extension了 我这边有一个比较具体的建议 就是我会比较建议就是 我们台湾可以对于所有来台湾投资的外资 做一个审核 就是要他们提交 告诉我们说他们背后的资金结构是怎么样 然后做一个备案就好 但如果他背后的资金有包含中国相关的 我们就可以去小心的去审查 或者是去观察这个公司 他的行为是不是符合他所申请的部分 如果他来进行一些相关的间谍 或者是国安疑虑的这些行为的时候 我们可以对这个公司的经营 做出一个宗旨的一个动作 那我会比较建议就是 如果可以的话 政府应该可以从这个地方去做一个下手 因为事实上我们都知道 美资包装中资 或者港资包装中资 这都是非常常见的一件事情 那大概就是这样 虽然我不是很认同副院长后来的回应 因为我并不认为 中国的经济成长真的可以改变他们的民主 我在那边的观察是 他们的民族性已经被改造得非常非常的难以改变了 所以我对这一点是比较悲观的 大概是这样 谢谢 您刚刚讲的这个监督机制 我刚刚讲的在金融里头其实是有 因为我们规定比如说 你大陆现在买台湾的金融机构 你如果是上市公司的话 目前还在外面通过之前 只能只有5个percent 那加上在市面上买也底都5个percent 所以加起来最多10个percent 他怎么去监管 就是要做审查 他就是一直追追追到你grandfather 这样一直往就是你的武功是一直往上追嘛 那如果说只要我即使这样追万一的5调 被我查出来 你就是要求撤试 你就是要求撤 那只是说有些产业需不需要 比如说他来开那个早餐点 有没有需要 就是即使他是全部入资 可能也不太需要 那可能就是备案放在那边 你懂我意思吗 如果你说每一个大小时通通都要来备案 其实政府要花很多的人力 你知道就是你会养很庞大的公务 要做这个事情 所以你应该是说对某些敏感性产业 像通讯产业啦 金融产业啦 这种敏感性产业 我是觉得电子媒体 电视媒体这些产业 敏感性产业 我觉得要严格控管 你知道要不然你也会耗点很大政府的这个 这个人力 那这一块另外讲的这个是 我是觉得是说对大陆的这个民主化 我不敢讲说那么快 它就有 有这个很快的那个 这个改变 而且谈谈谈你问我 大家就是明星思维来问的话 就是以大陆目前的知识水平 就是有些那么多农村民 做的知识水平 他们一下做民主好吗 尤其现在我们民主已经把它推到什么 跟一人一票做等号 你这样看 如果像中国大陆去投票 假设 他这个农村民族像你这样讲的 说已经被教育也好 或是被灌输也好 那么成功的话 你觉得让他全国一人一票来投哦 跟你说要不要打台湾 你就会不会过 可能会过 你知道吗 就是说以他现在洗脑跟教育 这么成功的情况之下 所以我是觉得说 因为现在我们已经把民主定义 常常变民主就是要等于 一人一票来投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我会觉得是说 其实我反而审慎 我反而应该是说 应该想办法先促使他们言论自由化 他要想办法去让他的民众 可以得到正确的资讯 享受多元的资讯 让他们资讯更开放 那我是觉得说 这一块是觉得 大家都应该去努力的 让他去达成的部分 而且我觉得 现在中国大陆也有一点点的 他自己的开放的过程 有一个正面的效果出来 是他每年号称九百多万的移民 往外移 然后每年是几千万的人 在国外观光 这些人出去总会看 看完之后呢 他不见得会回来要求 说我要一人一票投票 因为你现在问很多大陆人 他真的不认为投票 一人一票是真的那么好 可是他要争取的是什么 言论自由 你不要没事跟我坚挺 没事删我的这个网站 你让我好好讲话 没有害怕 不要今天讲讲 明天被抓起来 他希望这样 所以我是觉得说 与其 就是说一下就要求说 他们要走这个 所谓的民主制度 我宁可先要求说 你把他们的法制做好 然后把他们的资讯 然后保障言论自由 把它做好 让他们的民众可以听到更多元的声音 跟看到真正的全世界各国 人家是怎么过日子 所以我是觉得 为什么这么多大陆朋友到台湾来 都非常喜欢台湾 我觉得他非常喜欢台湾 第一个是觉得说 因为民众生活在这样一个 民主社会的环境里头 或者说言论宝照环境 他觉得自在 非常多的朋友 他们是属于大陆的留学生出国 所以后来都拿到美籍 就是有国外的护照 他们就很喜欢来台湾 他们感觉就觉得 来这边觉得很轻松 来这边第一个人情很温暖 台湾人确实是很有爱心 然后也很友善 这个就觉得来这边讲话很轻松嘛 你不用担心说 你这样的一个言论 明天会有什么样的一个担心 你就是这样讲 所以那种那种的 我觉得那种的快乐 我觉得那是很重要的 就我来讲 我会觉得他比 你今天给我一人 也是必要一票 现在而且我感想 那大陆马上就实行 这样的一个制度来讲 我觉得可能来得更重要 如果是我的话 我说我们反而应该是 想办法去 把我们的观念 在那边一直传输 这样子 好 今天想要询问的问题 是有关于 这两岸监督条例的部分 就是其实 陈如刚刚两位 常诚也都表示过 就两岸监督条例 是在这个 318学潮之后 那等于说 民间的强力要求 然后有送出行政院版本 还有民间的版本 但是我们其实看到 他们在这一次的 这个临时会的会期 他们是不是 监督条例是不是 也会纳入表决跟讨论 那我们其实看到 这个行政院版本的部分 我们其实并没有 就其实他把这个 所有的这个国 关于国家安全的项目 都请国安局来进行评估 但是其实我们过去看到 前国安局长蔡德胜 他在这个立法院的回复 是这样子 他表示说 有关于服贸的这个 国家安全评估 是国安问题 但不应该由国安局来做 因为国安局是情报单位 他觉得 国安局是没有能力 做到这个评估了 但是行政院版本的时候 还是一样把 这些服贸协议的这个 相关安全评估 给了国安局 然后立法院在里面 是没有任何一个监督的角色在里面 那我想请问一下 这样的监督条例的话 是不是可以请像是 李基朱董事长 像您就是光是可以建议 就金融说 把这个数字上限 改到这个10亿美金 就已经可以进行 这样子的一个专业意见 是不是您也可以去这样建议政府说 来注意一下两岸监督条例的 这一个完备性的问题 那再来的话 其实我们在更早前的 这一个演讲里面 有听到说 大陆的金融产业 还是一个非常人质的状态 还不够法治 那不够法治的状况下 可能出现说上午的交易 下午的话 官方会命令说 全盘不准进行交割 然后来取消交易 那这已经不是说 我的厂商的服务有礼貌 他就可以得到一个 可以让大家认同他的服务了 因为这个是一个很大的系统性风险 那这样的系统性风险之下 台湾是否会建立一个 这个所谓的争端解决的机制 因为像这样子禁止民间交割 是一个非常大的 非常大的争利以及问题 那是否可以就两位的专业 以及意见上面 对政府进行的建议 麻烦请两位回答我的问题 谢谢 这个监督机制 其实现在还没有真正的那么完备了 其实将来这个经贸 经贸股市会 最近要召开了 开始做筹备会 也会把这些东西纳入来调论 特别是你刚刚讲的 就是说国安局的执障 国安局其实只能做一些 军事国家安全的一些规范 他对这些可行性冲击的评估 跟这些东西 他其实比较没有能力 那如果说这个东西将来如果说我们可以透过 经贸国市会这些顾问一些委员可以把这些东西反映出来 因为那个东西还是没有订案的东西 而且还没有通过嘛 那接下来还是卡在立法院嘛 所以这个时候就 今天监督条就说 其实我们很少就说 没有事情的沟通 沟通的 这个pre negotiation跟under negotiation 我们是事后的谈判以后在智慧立法院这是不好的 所以将来这个在监督条里面会把这个pre negotiation under negotiation的东西跟利害关系人 跟所有的这个立法院都会做通过沟通 所以这样子这个东西就会更周延 这个这个是 刚刚上上就说临时中止的这个东西 其实 其实为什么 你看好马来西亚是这样 大陆其实要迈向自由化 不管人民币金融自由化 他如果天天做这种事情的话 你看外资会进去 你看他能不能给国际结果 马来西亚曾经就是在1997的中方 限制外资人 就是说你进来买的股票 一年内都不能退出 所以从此外资再也不拦置 再也不不去马来西亚市场 至少十年才回来 阿根廷 曾经阿根廷也是曾经 冻结外债对外人的那个国债 就是致君子自负 十年内也没有办法回到国际市场 所以大陆呢 其实大陆在迈向国际化 他还想成为国际化大国 所以他不能不可能做 天天做这种事情 一次两次三次 次次的话 你其实外资跟这些东西 都会有些影响 但是我们政府当然也要需要 一些处理的机制 因为这个东西我恐怕 回去要再思考一下 这个要斗示到哪会好 我个人觉得面对大陆这个市场 你要区分成两块 一个是商业风险 一个是政治风险 我觉得我们今天要担心 它这是政治风险 商业风险应该回到商业去考量 像你刚刚讲是说 这个大陆因为它的制度不存熟 所以它很可能政府在这个盘后之后 就宣布说不准交割 这是它整个市场机制的不完备 那市场机制的不完备 所造成的风险 这是任何一个去做投资这个机构 你要评估的 所以像比如说 你说监埔在完不完备 更不完备 现在其实讲白点 这个我们政府希望我们去的 某一些东南亚 我们在开拓的市场面 店完不完备 都不成熟 还有我们台商冲第一批 跑出去的地方叫越南 越南长期很长的一段时间 台湾都是它的最大外资来源国 都不成熟 可是这个叫商业风险 就是说它不成熟 它制度上的不成熟 市场机制不成熟 这叫商业风险 可是我们要控制跟小薰 是所谓的政治风险 那政治风险控管的是什么 就是说我今天刻意的 针对你台湾 我做一些行为 造成你什么 你台湾它没有办法承受这个风险 那像这种情况之下 我觉得像比如说 这个就是我刚讲 政府扮演的角色 所以为什么我们政府 一直规定说 每一家银行 你去大陆 不管你是借钱给它 加上你去投资的 或是你同业 拆给你的大陆的金融 全部家家都不可以 超过你净值的一倍 你再怎么样获利 你就是不可以超过 你的净值的一倍 然后像我们每一家银行 还会在细部再分说 我基本上去做 假设我要去做受信的 我受信给你租赁产业的 我受信给你IT产业的 我受信 我们又像我们银行 又再分说 我每一个上线 不能超过多少 就是我们自己 要去控管 这所谓的商业上的风险 那政府它控管的是 整个这个国家 所面临到这样的大陆 万一有一些政治上的 某些意图的时候 它所在我们冲击 是不是我们台湾可以防范 可以在那个可以承受的范围里头 所以这是为什么政府规定说 我一直在强调 不管你像我们现在有少数 几家银行已经碰到上限 就是说一直想要放款 政府就不放款 就是禁止的一倍 你不管是做受信也好 投资也好 全部加加 直接去的也好 进阶去的也好 加加就是一倍 所以这是我刚刚讲 这就是你对整个国家风险 承受度的一个评估完之后 我觉得说 他们觉得说 在这个目前的状态下 这样的一个额度是可以的 所以我是觉得说 我们一定要区分 所谓它是属于商业上的风险 还是政治上的风险 商业上的风险的这一块 我是觉得应该留给商业做判断 就是它是因为市场基地的不承受 就好像我记得早期以前 常常政府都会劝 那厂商说 哎呀你不要去大陆啦 你去大陆投资都会赔钱啊 很多人去都赔钱 结果后来看到结果 所以很多区都赚钱了 像我们这个旺旺区那边 小公司变大公司 康师傅 所以那时候大家就觉得说 那你风险 你可以提醒厂商 可是厂商能不能去到那边赚钱 那是厂商的本事 它自己要去做评估 可是你政府一定要去控管 就是说我刚讲 当它有政治意图 去干扰你的商业行为的时候 你要在你的防线之内 是可以承受的 我觉得这一块要坚守住 如果你问我的话 我是这样想 那请问一下 就两位的专业的 会不会向政府提出 有关于争端解决机制 因为其实我们看到 商业和经济的问题 最后是跟政治联动 就拿其实甚至像是 一些社会事件 譬如说就讲 讲说803 洪仲丘事件原本是一个个案 但是当 这些民众要诉诸修法的时候 它其实就已经不是 就是它变成 从一个单一的个案 变成社会事件 然后变成到进入修法 它是政治事件了 它一定要进入立法院的 这个程序里面 所以说其实经济更是这样 而且金融业又是特许的行业 那就两位的专业而言 你们会怎么样向政府提起 这个就是有关于这个 就是譬如说 争端解决协议的这个机制 因为其实看到最后 假设说商业的这个问题 这个到最后也变成政治问题的时候 是很仰赖既有的一个 这个解决的这个协议来进行 那可是目前我们其实看到说 政府力推不贸跟货贸 甚至说是不是可以 两个都一起签 但我们其实看不到这个 就是所谓的争端解决的这个机制 那是否两位可以就 你们的专业来向政府做一个 这个就是建言或者是提议呢 争端解决机制 其实在AGFA的那个框架协议下面 是有一个子协议 就是dispute的一个mechanism 事实上是有这个东西 但是我们争端解决机制 不只是由AGFA的架构 我们还有两会海基海协 那现在呢 不满您说 现在其实两岸之前很好 信赖度是不够的 你知道为什么啊 最近他们其实大陆 你去大陆看就知道 大陆对台湾的信赖感是不够的 因为对这个我们的一些 上面的一些政策 比如说有一些相关的一些 TDPP啦 这些东西的一些 跟美国走太近 或是大陆其实 对两岸这些信赖很够 其实两岸如果信赖够的话 就会从上 两会争端解决去做一些东西 但是呢我们现在只能做 从这个这个什么 就AGFA的服务跟两边去做一些 简单的一个协调 其实但是现在我觉得 知道在谈什么你知道吗 第一个就是不彼此挖脚 不重复投资 不重复投资 然后呢不copy资产权 就从一步一步来做这个东西 但是呢一定要两边的这个高层 有一点信赖感的时候 很多争端解决就可以水到渠成 但是呢我们今天整个 这个subcontract里面 那个AGFA呢 它在里面一个子协 就是一个争端解决 所以从这边为起点 去慢慢地去扩大 从经济的争端 从这个什么 从这个将来是政治 甚至对不起政治 是国华 可能跟国家安全的一些 这段的解决 都会慢慢一步步 因为两岸之间 必须我们隔离了那么久 其实呢没有彼此没有信赖感 所以一定要从这个 开始的一些机制 慢慢地让它 让它开始慢慢地从小到大 所以这里面 我想就社会的一些离去共识 让给这种人更多的资讯 知道从此地方去做 监督的情深 做这段的决心 让慢慢一步一步 可以到处的增值 因为毕竟离开了 两岸之间其实分裂了 其实你去台的时候 都知道说 彼此呢都还有很大的借息 这边我可不可以想问一下 就是之前有一个SOGO 在四川那边 好像开百货公司的那个案例 那如果说未来 两岸争端解决搞定了 那这件事情 能怎么样去把它处理掉 现在就是因为本来 本来那个以前 就是我们那时候 就是要核资嘛 所以其实我会觉得后来慢慢的有 不许 现在比如说 埃格法里面可以允许毒资 可以允许50% 这就是一个进步 就是说 你从很多个案 慢慢就说 得到说 哦 怎么样去保护台湾人 你在大陆的利益 所以从SOGO的事情 从一些个案 慢慢就让政府演变一个机制 所以这里面呢 对大陆来说也是个压力 所以它国台办就会介入 而处理这些事情 慢慢的就说 开始要恢复 有些恢复才缺 其实开始有些案例 开始恢复做产权 所以从很多个案的一些东西 我们收集 我们有法外国台办 有台湾的一些台商的联谊会 所以这里面呢 就把一些案例 慢慢变成一个查案 这样子的话 就会慢慢的可以减少中途 我想这样 副院长已经讲得非常清楚 我刚刚还是讲 它看看可以分成几个层次来看 像如果你说福茂协议里头 其实它是属于这种 国际签的这个协约的性质 它本来就有一个争端解决机制 这是国际上共通的一个标准 我想这一块 我们一般也很少会去独创 就照国际管理去走 可是像个别商业行为 个别商业行为的时候 其实签合约的时候 就要签清楚 你说像我们银行跟别人签 这个合作契约或者是签售刑契约 一定会说如果发生什么争议 我们是根据什么法 比如说我们希望炒走的是国际 比如说有些我们跟他签 就是说我们走新加坡 新加坡法局 因为觉得两边法局都不走 我们就走新加坡法局 或者我们走什么走什么 它都在合约 就个案的部分 我是觉得台商自己在 谈合作的过程里 就应该爬起得非常清楚 那另外除此之外 其实前几年有一个非常努力的东西 就是在台商投资保障协定 那这个部分上头也增加了对台商的一些保障 所以我大概是觉得它可以分成几个不同的层次 如果你是在整个国家产业间之间的开放之后 就骑在福帽里头就走国际 这个一般的这个协定里头 所做的这个争端解决机制的方式去走 个别厂商 我是每次都鼓励说 7月一定要签得清楚 台湾很多厂商当初去大陆 到后来人家会觉得说会吃亏啊 会觉得你上当 就是刚开始大家都很热情嘛 都乔来好去 所以合约也不认真签 里面把那些法律条约想尊处 然后台湾人我们不需要承认就是 他们的习惯不习惯找律师 就大家都觉得智慧很高 大家讲好就好了 不像欧美人就习惯大家合作 就是法律条约先写清楚 但我觉得这种观念其实大家要有 所以当你走到商业行为的时候 一定要把这个商业行为的规范这一块 一定要法律签出 所以我是像我们 至少我们现在在走的话 一定都把这些都签得非常清楚 问题是台商的这个保障协议 那后面一直在举手 我可以上他们问好不好 来对不起啊 来 就刚刚有说到就是对于政府的习惯 我相信大家应该从网路上的 那个很多影片都有看到说 就是关于官员被那个立法委员咨询 然后所做出来的那些答复 像我举一个例子好 因为我是比较关心文化的部分 就对于那个 荣英台部长 他在回忆那个有关于文化例外的部分 然后他竟然是 因为就我的认知啊 我觉得身为文化部长 然后又在学运期间已经闹那么大 那他应该就是 就是立足 要想办法就是在看这些协议里面 有没有什么会造成我们文化的损失的部分 他应该要主动积极地去做 就是研究什么 结果他对于这部分完全不知道 而且他在咨询的时候的那个态度 他也觉得好像没有必要做这个 无化例外的这个条款 那就这个部分而言 我是觉得 就民众应该会普遍对于政府 不信任 然后 而且我觉得应该 台湾又是小国 刚刚有人讲到说 台湾的特性 台湾应该是没办法做 就是像市场大什么 那些自然都是 本来就是因为台湾国家的因素 所以没办法做出这些市场大什么 所以应该要就台湾的特性来做经济的发展 那文化又是这么重要一环 然后结果政府 甚至文化部长什么 就完全没有在关心这一块 所以我觉得 其实还蛮有型的这样子 所以这个文化我觉得 文化其实是我们产业的一个内涵 你其实如果没有文化的很多东西 很多资料也是没有办法创造差异性的 你就没有竞争的优势 所以我觉得文化 当然这块在经贸国事论坛里面 会将来会 一个是有三大主軸 将来的一些议题里面 第一个是经济的安全 一个是国家的安全 一个是文化的主体系 像比如说运刷 运刷这个跟出版这些东西的挂钩 所以将来其实 我是建议政府 将来文化 将来不管大陆统治的 文化部要参与审查 参与就是说 因为要了解一下 对文化的一些重启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 那第一个就是说 其实老百姓也很在乎 就是说到底 强势才走出去了 我弱势的才在地的产业 在地的社会的就业机会是大利益 因为产业都走出去了 然后我这些比较弱势的产业 我怎样的维系我的机会 产业是不会消失的 但是工作机会是会消失的 所以就业机会 对文化的主体性 怎么样创造在地的一些机会 让我们联系的薪水 再跟服务 得到一些 所以我刚刚就说 将来整个经济的东西 文化的东西 跟整个怎么样 跟大陆做有效的区隔 我们讲说我们台湾制造的 其实面对大陆很大的冲击 会越来竞争 越来越大 所以将来台湾要跟大陆 在技术上建立一点点区隔 要建立有效的区隔 像刚刚有一个记者先生讲说 就是怎么通路 Apps要开始吃软体应用服务的平台 其实政府呢 其实这一块开始在做 我们的这个产业 促进产业生理条例 产业发展经理 这一块都开始有效的在 准备从硬开始到软 到硬体到软体服务到平台服务 这一块其实有在调整 那文化的部分我们也会来做建议就是 文化例外到底要不要建 但是不知道 但是我们是建议说 将来怎么样保护你的文化的主体性 在国际经济整合 AQA福ama的时候 都要让你的文化不能化身 来保护我们的文化的主体性 这个我相信我们部长当然 如果你叫他静下心来 花好好的心思去思考 我相信他也有这个能力 就是问题就是出在可能就是 第一个就是 有时候因为我没有看到那一段访问 他会不会是第一个不想 是不是断章区 就是只有一段 那第二个可能性我是觉得说 我也必须要承认就是我的观察 觉得服貌是否说 对一个是我们国家这么重要的政策 你政府在推的时候 你整个行政团队 你就应该把你负责的部门 你就应该把问题想得很透彻 人家可能的QA 你出来就要像一个整体的行政团队 而不是整体 而出来的好像只有经济部的事 你听到我意思 其实这就是我刚才的 就是说你整个是一个行政的团队 你今天服貌里头有包含了文化产业 影视产业什么都有 每一个跟你有关的产业的相关部门 你就要把它了解得很透彻 你就要想到可能你民众 就是听到你的这样开放内容的可能的反应 你都应该做好工作 所以你出来的给人家感觉是说 我们是整个行政团队 我们整个大家一起凝聚了这套服貌的内容 那我们这套服貌内容 我们每一个主管都非常的清楚 我们是在做些什么事情 那我觉得这样子民众就会有信心 这个我也同意就是说 面对一个这么重要的政策 怎么去让我们的行政团队走出来 是让大家是有信心的 我们是准备好的 我们想得很清楚了 所以我们去谈这个东西 钱这个东西 我相信这个东西可能我们当然 我是觉得可能都可以再加强 好 董事长可以再讲一下说 今天的问题就是 资金区 干嘛你要负责写报告 我是没讲没写在 还是要分享一下说 就是资金区到底 对我们经常越带大伤心 因为很多其他面词都说 那我们OVU都可以错 还需要资金区 那董事长就有看不同的商品 好 这个我记得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 因为大家常常都搞不清楚 所以金融放到资金区 到底是怎么回事 虽然很多人都说 不要讲资金区 要讲示范区 我觉得好像在电视上讲到 就是 其实我们今天准备了一个 其实我大概准备了 大概将近70页的这种power point 就要来讲 可是好像没有时间 不过我自己是反而 比较喜欢这种沟通 因为我最怕是来对和尚念经 就是我讲的 你们其实都已经懂了 其实浪费你的时间 也是浪费我们的时间 所以我宁可觉得说 大家困惑在哪里 那大家就来交换一件 而不要重复去谈 你知道我知道的事情 那所以我是觉得 刚刚这样交换一件事 很有贡献 那现在我来谈 那我就抽后面一段 我们来谈那个 后面就是专门针对 自由经济师范区里头 金融的部分 就是自由经济师范区 大家听到的都是六港一空 对不对 然后在这个人 好像都是一个实体经济 大家就想说 那金融没有 不能绑在一个地区嘛 台北市这样做 不可能 也不能说桃园这样做 其他不这样做 所以基本上 金融是非常特殊的 它本身的概念 叫做虚拟概念 那虚拟概念 它是什么虚拟概念呢 我们是 这头影片还没出来 基本上呢 我们是这样 是假设一个境外 那我们在面对境外的部分 尽量开放 为什么 然后 因为我们常常以前批判 台湾的金融产业 为什么会没有活力 为什么没有亲身型 因为法规绑太紧 那法规为什么绑这么紧呢 因为我们觉得说 我们消贵者要保护啊 不然他买商品受伤怎么办 前证不是有些人买了TRF 受伤了 所以政府常常要 为了要保护消费者 或者是说 这个 拘于某些原因的考量 怕金融体系不安定 所以就管很严 就很多东西 可是管很严 没有错 看起来好像金融体系很安定 看起来好像以为消费者得到保护 可是你金融产业不进步 可是金融产业是一个 台湾其实非常重要的产业 我们高峰时期的时候 金融产业占我们整个GDP是8.5% 那我们的这个所谓的制造业 这个我们副院长这边很清楚的讲错纠正一下 最近统计资料看比较少 我们整体制造业 就是基本上占我们的这个整个的 经济产业的GDP也才不过24% 这24%里头包含我们传统的制造业 做螺丝的做什么 还包含科技产业 所以全部加加也才24% 可是你想想光金融产业就8.5% 高峰的时候 所以如果台湾的金融产业能够进步一点的话 其实对台湾的经济成长贡献是很大的 所以这个时候你就面对到一个问题 就是说 那台湾的金融产业有没有机会 让我们的金融产业发展更好一点 让我们的生活 就是我们的经济成长 能够来得更好一点 那这个时候呢 你就要让你的金融产业有更多的活力 可是我刚刚讲 他就担心说更多的活力 那万一消费者受伤了 或是金融体系不安定怎么办 他就用虚拟的概念 他把它拆成境外跟境内 可是境外跟境内呢 虚拟 虚拟我们看下面这个图好 让他们知道什么叫虚拟 就这个 也就是基本上 我们有说OBU跟OSU 那个O就Offshore的意思 境外的意思 你可以看到 可是 他真正在境外吗 也不是 他真正呢 就是我们就是在 比如说台湾银行 同样一个柜台 他叫D是Domestic DBU 就是说这个柜台里头 一样在这个柜台里头 可是如果你做的对象 是外国人 注射在外国的公司 外国人 然后呢 你是在 要在我OBU开户的这种 你做的商业行为 我去登记在OBU上的 因为我面对的对象是外国人 使用的并别是外币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我们现在就觉得 至少若果然这样就 那我们就大方一点啊 对不对 外国人你能够跨境做 这些金融行为的话 你金融专业知识 应该到某个程度 我干嘛给你这么多的保护 所以我就让我的企业 让我的厂商们 就是我们的银行 证券保险 面对这个外国人 卖给他的商品的时候 我就开放给你大一点 就是你想得出来的 就是制作还不错的 只要你的客户愿意接受的 我就让你去做 可是有些商品 就那种商品 就不让你在台湾内部卖 卖给台湾的本国人 因为我们觉得说 可能这个商品有些风险 所以他用这种方式 所以他第一个 他是说 去一个境内跟境外 就是我在OBU 面对这个外国对象 第二个是不牵涉到台币 因为其实台湾的金融 为什么某些 大家就觉得好像绑很紧 其中一个原因 是为了要维持 我们的汇率稳定 跟金融稳定 因为台湾 毕竟是一个小型经济体 所以我们央盘总裁 确实是蛮伟大 它要扛这么大的一个责任 维持整个的这个金融 跟汇率的稳定 所以那如果说 我东西不牵涉到你台币 我就不牵涉到汇率 所以你美金跟欧元之间 汇率随便你怎么动 跟我没有什么关系 我们比较关系的是 台币跟美元之间 台币跟欧元之间的贵率 所以只要你不牵涉到台币的 不牵涉到本国人的 我尽量让你开 尽量让你做 然后呢 牵涉到我刚刚讲的 国内的这个部分 那我就分成两类 一类是说 你是专业投资人 所以交易投资人 比如说保险公司啊 银行啊 证券 这个叫专业投资人 因为你们也会买这些商品 我对你呢 也可以开大一点 然后你是一般自然人呢 就是我们这生多小 买了人不小心的 这种我就开小一点 所以他就说什么 他就说 我先对境外这一块尽量开 如果示范就是做了一段时间 没有什么太大的负面冲击跟效果 我就让内部 就DVU这一块 就跟着慢慢开 所以你问我的话 所谓的自由经济示范区里头的金融 它的很重要的概念 我们可以回到前面的一页 就是第一个 它是屈你的境外 第一个我跟着 它不是真正跑到境外 我刚刚讲 它是 诶 刚刚的一页 它的境外是 一个场所 同一个地方 两块招牌 那一组人马 两套账册 集在两个不同的账册 只会它对的对象不同 好 再回到前夜 所以它是一个虚拟 它不是什么六港一空 它没有这种概念 它一个很重要的精神 就是我刚刚讲 松绑 那只是说它松绑 有它的规则性 我刚刚讲 对非居住民 交易对象的话 原则上全面开放 我让你尽量去创新 让你的金融产业 你去设计商品 以太阳有本事 去设计这种新商品 是卖 专门是卖给外国人的 不是卖给台湾的 只要它愿意 你叫外国人愿意买 你就去 就让你去开发 可是在台湾不见得 如果它觉得 以前主管 屏幕这个商品 太复杂了 民众看不懂 它可能就不让你 直接银行 或是金融机构 保险机构去开发 所以刚刚讲 法规松绑的部分 你看它对这一块 就非常的 开得非常的快 那DBO这部分我刚讲 对那个专业的机构 投资人 我刚讲保险公司 银行 证券 投信公司 基金公司 这些专业投资人 我也开得稍微宽一点 可是一般投资人的话 我就要保护一下 那一般我们这种深头小 我常常那些商品 看不懂 所以就要保护 所以它是用这种概念 所以它是全国一体实用 所以简单的说起来 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简单的说起来 其实 为什么我们讲说这个示范区 就金融来讲 就金融来讲 其实它本身的本质上 就是做法规松绑 只是它在做法规松绑的过程里头 它是采用这样的境内 跟境外的区隔 对外面很快 用快速度的大幅开放 对国内的部分 是渐渐式的开放 用这种方式 那法规松绑 一般来讲 就我刚讲 可以激发这个叶子的活力 就能够创造产值 坦白讲 有没有效果 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就给各位看一下那个效果 好了 这是做出来这个统计 金融会的统计 像这个 我们可以看到 就是去年年底 开始去松绑 2013年12月27日 宣布说OPU可以 可以做这个 OPU就是刚刚讲的 面对其外 延伸性金融商品业务之后 全体OPU延伸性金融商品业务大幅成长 我们去年1到4月 它的这个金额 它的这个交易的金额 也才破2373 可是到今年2014 1到4月 因为去年年底开放 整整四个月成长了83% 然后你看那个获利 我们再看那个获利 这是你2013年的第一季 第一季的时候 我们可以看到OPU的获利 就是我刚刚讲面对境外 我们先走那一步大幅开放 去年获利是17038 单位是百万台币 今年第一季呢 已经走到28497了 成长多少? 成长67% 有没有效果? 有效果 好 所以你问我来讲 所以我觉得自由经济示范区 它本身用这种虚拟的概念 法规松绑了一年 而且采这样的境内境外区隔 然后采需去建计的方式 对台湾的金融产业的 其实是很有帮助的 尤其我刚刚一直在强调 台湾的金融产业 其实现在我看是很有机会的 所以你要应该想办法 把它的活力释放出来 为什么我觉得它很有机会呢? 第一个就是 我们知道台湾过去一段时间 其实台湾的金融产业 以前 以前是没有什么国际竞争力 所以你看我们输出高科技产品 可以到全世界去打 我们的银行即使在纽约 伦敦都设了很好 还是打不够人家 所以这个不是说你把它东西 丢在那个地点 它就会有竞争力 所以以前没有这个机会 也就是说不是你银行丢到海外去 它就能有竞争力 重点是竞争力是必须要被培养的 那你让它要培养的话 必须要给它一个培养的机会 跟环境 那我们可以看到 我刚讲说 为什么最近几年开始有机会 第一个是 过去一段时间 有台湾的金融机构体质不太好 好 坏账很高 获利很差 好 被抵贷账很低 那这种坏处是什么 当你的金融机构体质很弱的时候 你承担风险的能力就弱 你承担风险能力弱的时候 政府就觉得我更要保护你 免得你金融机构受伤之后呢 影响到我这么多的存款户 好 金融体系都不安你 他就想去保护它 可是不是 过去这段时间里头修身养型之后 你可以看到我们全体金融机构 背抵贷账降的非常多 预期放快 就是坏账降的非常的低 背抵账账提高了 我们资本额也增厚了 所以你可以看到 就是 你可以看到这个右上角 是我们背贷 就是 就是对抗这个 万一发生坏账 我们做的准备 比例一直在拉高 可是我们坏账一直在往下降 所以你体质变强之后呢 基本上你就可以承担比较大的风险 那政府呢 也就会愿意让你去尝试一个 比较大的创新的空间 那第二个 我是觉得说 为什么金融服务业这一段 以后 尤其在亚太地区是很有机会 第一个就是 台湾的银行业在亚太地区 布区很久了 台湾的整个银行业在海外 大概309家分支机构 其中225家都布在亚太地区 所以亚太地区已经是台湾的 结果不很久 而且亚太地区这里头很多华侨 华商 而且我们跟它贸易也很密切 再加上第三个原因 所谓的这个ACIP 第三个是亚洲经济成长动能 现在大家都不可否认 亚洲经济是大概是 旧区块来看成长动能最强的区块 那有经济成长的动能 它才能够带动金融服务的需求 所以它是一个很有潜在 可以发展的空间 那第四个原因 我觉得说区域经济整合很快 因为你的市场开始变很大 你的厂商 当你区域经济整合 假设台湾有加进去 那个前提是 那你的厂商一定是在这个区域里头 跨国在做布局 当他跨国做布局的时候 你的厂商所需要的金融服务完全不一样 他需要你提供他跨国的布局 所以你的金融机构 更有机会到海外去 做跨国的布局 跟协助你的企业发展 那另外 由于大陆的金融改革开放 我觉得这也是一个机会 为什么 因为坦白讲 大陆的金融体制 跟台湾越接近的话 你越有机会 像比如说 我们讲说 现在人民币开始 汇率开始可以浮动 坦白讲 如果大家有参与过股市的话 其实参与过股市 最怕就是股票市场不动 它上也好下也好 有动的话 涨也可以赚钱 跌也可以赚钱 最怕就是都不动 同样道理 当中国大陆开始开放它的汇率 人民币汇率是有上有下 在开始被波动的时候 其实它基本上是有什么 可以创造很多出来的机会 比如说人民币开始要避险了 以前我们台湾的台商区 那边投资都没有想到 人民币要避险 因为汇率都不动 现在知道汇率要去避险 那就是新商机 所以像这些大陆金融改革开放 或是开放民营机构 可以参与新设立银行等等 都会造成很多的空间 尤其像比如说 现在大陆以前规定说 存款利率有个上限 不可以超过这个 放款有个下限 不可以低于这个 那结果在这种情况之下 就变成那些大的银行 都抢掉生意 可是台湾的银行很厉害 台湾银行其实你看 我们现在台湾银行在台湾生存 存放款利率在一点多个% 1.4%还可以赚钱 你放到大陆 大陆就起码3%以上 所以当你这个 大陆现在正在改革开放 就是把他的其中一块 是把他的放款利率 可以往下降 存款利率可以往上升 那你看一下那个利差变载 利差变载以台湾的这个能力 在这样的 我们台湾一点多都可以 还可以赚那么多钱 所以你放宽之后 我们绝对有那个能力 去竞争那样的 那么窄的利差 可是我们还可以赚到很多钱 可是大陆不见得 他就有些银行 就会把这块空间放掉了 他就不要来赚这个 他所谓利差的小钱 因为台湾就有很大的机会 所以那另外就是 人民币国际化 发展所谓的境外人民币市场 因为现在你开始 我觉得说人民币国际化 为什么对台湾是一个 很重要的机会 因为以前的用美金计价的 或者是用欧元计价 或用日元计价的商品 现在全部都可以用人民币 重新计价玩一遍 而这个东西呢 你跟其他各国起步点是一样的 你说说同样的 比如说我们刚刚讲 TRF这个商品 你说用美金计价 你怎么玩得过欧美 可是你用人民币 重新再走一遍就不一定了 因为大概起步点相同 尤其是台湾 比其他欧美国家 除了香港之外 更早的跟大陆签了一个 清算机制 而且我们跟他的贸易这么密切 我们每年从他的贸易剩余 大概七百多亿美金 那这个东西 如果换成人民币来算的话 你看美金 那个人民币的资金 是非常大 所以为什么 就是我刚刚讲 前一阵子这个 英国驻台代表 Mr.Wood 跑来我办公室找我 要来跟我们 谈境外人民币合作 那香港也来跟我们 谈境外人民币合作 陈几何是这一台版本 英国这种所谓的 金融中心的官方 谁理你 可是现在想要跟你来 合作办论坛 所以我们现在已经也谈成了 以后 接着一下英国跟我们 就是 我会开始筹办这个块 就是政府官方 跟我们整个银行产业 因为我本身是 银行公会的理事长 在筹办 就是台英 就是有所谓的金融高峰会 有官方参与 也有五年参与 可是这种机会是陈几何 是英国想要理你 因为好像另外有个指数 是Stanit Charter 他所编的 叫做人民币国际化指数 现在在国际上是一个很重要 因为现在在人民币要国际化 所以就要有一个指标 来测量看看说 他国际化的程度多少 结果他本来只放 这个 新加坡 英国 香港 结果后来有一次 我刚好碰到他们那个渣达 我就说 在人民币国际化 你不算台湾 你那个指标怎么会准 因为台湾的资金是这么大 对不对 你看我们一下就冲到 2000多亿的人民币存款 你如果不把台湾放进去 你根本算出来 人民币国际化指数 根本就失真 我不想他们回去是基于什么 反正最后就是去年 然后后来放进去 请问一下 曾几何时 台湾可以跟这个 所谓的三大金融中心 并列在一起 所以那个指数里头 现在四个地方 一个是台币 新加坡 一个是伦敦 一个是新加坡 一个是香港 一个是台湾 人民币国际化指数 所以他对我们来讲 也是一个集会 所以我们是觉得说 台湾的金融产业呢 以前因为国际竞争力很差 所以他们的 像我们高科技产业 跑到国际上去竞争 去输出啦 刚刚讲的这个抢占市场 尤其我现在 我们可以看那一页 就是我们那个 金融服务业输出下跌的那一块 你可以看过去一段时间里头 我们金融服务业也可以输出 我们不是只有电脑可以输出 金融服务业也可以输出 我们很长一段时间里头 金融服务业 不是这个 金融服务业输出 再往后 再往后 还这个 你看我们金融服务业输出 一个红色线 最高峰的时候是5.9 会跌到2.3 在我们整个这个输出 其实很可惜 那我刚讲 那很重要的原因 是因为我们金融服务业 就是没有国际竞争力 你想到金融先进国家 或者是所谓的金融中心 不会想到台湾 可是曾几何时 现在 一方面我们体质变强了 一方面外在出现了一些 对我们有利的发展机会 再加上到一个 还有很重要的一个原因 是因为金融海啸的结果 造成欧美的金融机构受伤很重 所以它没有那么大的力气 来抢供这一块的市场 它还是有些力气 可是不像以前那么大的力气 所以是有机会的 所以我是觉得说 在这个时候 再透过我们用这种所谓的金融 自由经济示范去 把金融服务 用这种方式来做法规松 把我们开放 我觉得是刚好结合 刚刚前面几个条件来讲 我觉得对台湾的金融产业发展 是很有利气的 所以 我跟大家做这个主题里 做这样的不错 可以吗 你够写了 好 请问各位还有什么问题 没有问题 噢 我们超过时间了 那 好超过时间 那可以给别人 我没关系 如果没有的话我想 我们是不是先让其他没有发问 好 好 来 那 你先还是你们两次决定 然后你先 地球的壁值能不能统一啊 什么 地球的壁值能不能统一啊 地球的壁值 地球的壁值 就是我们前壁 前壁 地球的壁值啊 会不会统一 我看很难啦 至少在我看我的有生之年是机会不大 不是因为统一的话 就是我们很多成本的计算方式是单一的壁值 这样算的话比较简单一点 对啦 我就觉得大家可能有些人有这样的一个期望嘛 可是可能很困难 你想想看 像美国他现在每天都在享受他的铸币权 他就是每天在议印钞票 全世界像他这么好 他在扮演全世界的中央银行 对 他怎么可能轻易放弃他的铸币权 对 那现在中国大陆也当然也不干事 说为什么要国际化 他是一个铸币权嘛 对 所以 那再加上现在也没有一个 像有些人可能期望 现在那个什么比特币 所以那是超越各国之上 可是我看那个大概 要时间很久很久以后啦 假设有机会的话 所以我会觉得说 就目前的世界来看是有点困难 有点困难 欧元也不会去放弃他的铸币权 好 来 董事长我要这样请问一下 就是那个 我是觉得我们刚刚讨论的议题 其实都是在针对中国啊 为什么 现在全球化的是时代啊 为什么不把那个放免出去其他国家 因为如果大家对中国有疑狱的话 应该是可以看其他 像韩国的话 他也是跟很多国家签 也是大国嘛 美国啊 印度啊 很多国家都有跟他签 然后他现在是跟中国是在讨论中嘛 那其实台湾还是可以循着他的模式 不一定要跟中国嘛 因为我们跟中国的立场是比较不同的嘛 而且既然欧美那些国家 他们都会抵抗一些那个大陆的设备 那为什么我们是 我们跟欧美那些大国 他们都会敌对呢 那为什么台湾这小国 然后更能碰我们是敌对状况 为什么要去跟他们做那种密切的接触呢 其实我们应该是去找一些 跟我们比较友善的国家来做一些 做一些那个贸易 或者做一些经济上的交流这样子 对啊 我会让你看看 对啊 其实我们当然是对全球布局 我们绝对是在做全球布局 只是说 我们现在对全球布局的时候 大家都没有疑虑 走到其他地方没有疑虑 现在大家有疑虑是大陆 所以这个题目被跳出来 你知道就是说 从来政府都没有反对说 你去全球做布局啊 你到欧洲 你到美国 政府也在努力 不是一直在跟美国谈TIFA 对不对 也在跟这个欧盟要谈 他都在努力 只是说 这些问题都没有被凸显 只有美牛在炒的时候啊 凸显像跟美国台判在压力很大 这些问题不被凸显 而是因为两岸政治关系的敏感度 所以一碰到大陆的时候 它就特殊敏感 所以你看到说 好像怎么搞的 我们都只有在关心大陆 其实不是 而是说 这个问题一碰到之后 它就被凸显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我不可否认 就是说 因为台湾的产业 大部分都中小企业多 所以它一下要到这么多的地方 去同时做布局 是有困难 因为它的资本额就这么小 它的规模就这么小 所以它就会挑到一个说 有没有一个地方 那它新天上有点优势 就好像人家在讲金融产业的时候 你说去欧美 我们出来没有说不去啊 我们伦敦 纽约 新加坡 香港 通通通都有分行 但问题就是 去到那边那么多年 还是那个样子 可是去到大陆 大概觉得有点不一样 以前那些 我们去那些都讲英文 你知道台湾的人才英文 不是那么强 可是现在现在来讲中文 对不对 第二个呢 大陆的金融机会 管理能力比我们差 所以我去那边有些竞争优势 再加上有那么多的台商 客户已经在那个地方了 所以我可以 以他们做基础 开始来发展 所以就有多些产业 它就会想说 我去这个地方呢 对我有些先天上的优势 所以我去那边 赢的机会比较高 赚钱的机会比较高 所以当它的资源那么有限 没有办法全世界各国 都去布局的时候 它就会更专注 行李在这个市场 我想这是这几个原因 那政府有没有 政府都有啊 鼓励你全球布局 都有在做 那韩国你说它 它这个全球布局 我刚讲又反过来 就是对应这两个原因 第一个 你说韩国在大陆布局 深不深 非常深啊 你去看大陆 大陆这个 韩国在大陆的这个市占率 就是整个它的这个 出出在大陆 或是从大陆出出 之间的一个贸易程度 还有韩国厂商的布局 绝对比台湾 绝对不比台湾弱 甚至更深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这是第一个 因为韩国大陆都是大企业 所以等于是说 它在布大陆的同时 它有能力再去布其他地方 因为它资本额固够大 可是台湾我刚讲 因为中小企业 所以它那个资源就是这么多 它一定要集中在一个 它相对比较能够 获利的市场去做 所以就会变成突出了 好像变成说 诶 台湾怎么搞了 是只对大陆发展 其实不是的 就政府的政策 绝对会希望我们所有的厂商 去全球布局 只是说我刚讲 基于上面 那两个原因 所以造成好像大陆布局 一方面在印象中被特别凸显 一方面在实质上 因为台湾的竹小企业 确实有比较多 往那个方向去做集中 这样子 好 还有其他问题 没有的话 你不是问过了 健保劳保能不能免费 就是有国家负担 那下次你要请卫生叔叔这样 这不是我今天可以谈的 因为李董事长也是保险业务 发展期经费的以前主委 对他是商业保险 对对对对 可是呢 那个我们的健保 跟智费啊 就是健保比较贵 智费比较便宜 哦 那个 我觉得那个是医疗保险 那可能要去问这个卫生署 我们管的是说 你去买的那些保单 去跟这个国泰人寿啦 台语人寿啦 富方人寿都买的 商业保单这一块 那过去我在做这个基金会主委的时候 其实我花很段时间时间在做 我现在最近发觉到 大家都开始注意 过去我 过去大概五六年在 花心力在这个地方 大家没注意 就是高龄化社会 其实大家没有注意到 高龄化社会 其实真的要是一个 提早要去面对到的问题 因为我们政府的财政 绝对没有那个能力去负担 这个一下这么高的 高龄化社会里头 这些所需要的长期照顾 或是失智老人 这些必须要这些这个 或者是医疗中文件性的支出 它不可能 所以它一定要靠商业 商业保险 那商业保险 你不可能等到老的时候才来买吗 一定就要年轻的时候就要 所以那时候我在这个基金会 下面特别成立的一个叫做 因应高龄化社会 的那个金融服务商品的这个 这个赚取 所以专门在做这个东西 那里面就有帮不同的人 如果你现在是三十岁的话 你应该去买什么样的保险 你在四十岁的时候 为自己应该去做什么样的保险绘画 因为我是觉得说 我希望每一个人到年长的时候 尤其现在高龄少子的话 即使有小孩也没有太多时间去理你 在这个时候 如果你想希望 每一个人都能够过得比较好的品质 生活品质 又有尊严的生活 那你年轻就要规划 可是有些人他年轻的时候想到了 我要规划 可是我不知道怎么规划 我只知道说到老的时候 有些人可能不知道怎么规划 就只好待在那边存钱 就存邮局啊 存银行 可是它不是一个很好的方式 买保险是一个很好的方式 可是以前台湾不重视这一块 所以以前的这种高龄化所需要的保单 比如说长期照顾险 因为很可能老的时候万一失智 或重大疾病险 老的时候得癌症几率也比较高 在这种情况之下 有没有这些险都不够 所以那时候我们成立在整个专区里头 其中有一块 就是什么 就是鼓励我们这些保险公司 要去开发这种产品 我们过去的保险公司是有点懒惰 他们都在卖六年保单 六年保单就像类定存 长得像定存 只不过要期限长一点 这是不对的 这是完全违反保险的信息 所以我们那时候就花很多心力 鼓励然后去引导我们这些保险公司 做这个保单开发 另外一方位就是游说我们的政典 我们游说的政府虽然现在还没成功 不过那天听财政部长讲 他现在好像有点动摇了 虽然我不当那个主任 我现在还是在游说他 就是说让年轻人 比如说我年轻的时候去买这个 我老的时候要享受得到的 这个长期开户的保单 你让我减税或免税 为什么 因为我现在买 如果到老的时候有领钱的话 如果我那时候所得很低的话 就等于是给我一个补助 因为那时候所得还是那么高的话 我当时说补缴税 补缴我那个老的时候赢得税 这叫地盐税制 那它的好处就是给我年轻的一个 我现在就开始去储蓄去安排我的晚年 所以这个东西一直也在跟政府强制 所以说这只是一个地盐税制 而不是说你一定都渴不到 可是又可以减少你未来政府很大的财政负担 我真的跟你强调我自己走过全省很多的那个老人安养院 那个品质 每次跟卫生署在躺盛时问 就跟我说说不会啊 很多都空着啊 这个所以我们什么私职老人有多少 就是需要长期照顾的有六万多 可是现在我们有六万多床 可是住进去才五万多 你看还空一万多 我说不是啊 如果你家里有亲人的话 你去看看你也没有孕房到那里去 品质很差嘛 所以我是觉得说在这种情况之下 你应该让一个产业的机制进去 让我自己有这个能力负担的人 我自己去负担 政府把你剩下的其中的钱 集中去照顾那个没有能力 来付这个钱买这个保险的 那些中低所夺者 他也会变老他也会失职啊 不会说有钱人会失职 那些穷人不会失职都会失职 那问题你政府资源有限 你就要集中运用到对这些中低收入者 那些有能力的人 他就要自己去负担 而且趁年薪他就负担 他就不会到老的时候负担这么重 所以我今天看到这边很多年薪人在那边 我这边也曾经提醒大家 我觉得说年薪的时候 就应该去做保险规划 而且保险规划 越年薪的时候做 其实成本越低 成本越低 所以这个 很抱歉没有回答你的健保 因为那实在不是我管 我这一块刚好给你们做一个补充的说明 好 好 还有其他问题 因为我们下面还也不会 我感觉去开会 好 跟您请教一下 像我现在主要跑的国家 一个是中国 一个是柬埔寨 这两个地方 它都有一个共同的特色 就是 这两个国家 它的抵押贷款的利率非常高 那甚至高到说 尤其像柬埔寨 它是至少12个点以上的抵押贷款利率 那对我们来讲的话 它有一个坏处 就是 当我需要一笔短期融资的时候 我即使是放在台资的 兼不在分行也是不合算的 因为它光地存利率一年 就是六七个点在放的 那如果说是自由经济示范区的话 是不是 它有一个可能是说 譬如说台湾银行在示范区里面 还有一个分行或止行 它可以去乘坐我们这种需要融资的 可是它的资产是海外固定资产的这一块的部分的融资呢 有没有可能是这样子的一个机制 而不是说当地分行的这样子的利率 因为这之间的利差 我相信是 应该是有一个距离的 其实这是可以的 像比如说你刚刚讲 大陆 因为柬埔寨我不想 主要是看当地的法规 像这样中国大陆的话 它是可以讲 就是说你台商在大陆 你可以用当地的抵押品 只是 然后来跟我们台语的OVU来借钱 只是说你今天大陆的抵押品 因为我们处分上比较困难 所以我必须要做一些机制上的安排 所以就是变成说 怎么样到时候让我们处分抵押品很方便 它现在都已经有个固定的模式 大家知道怎么在做 那另外一个原因就是说 它有外债的限制 就是你一家企业 你到底可以对外举债多少 它有一个上限 所以我刚刚讲的各国法规不一样 可是我刚讲大陆它是可以做的 只是说它有那个上限的限制 还有那个抵押前处分上的一些问题 就是要去克服它 可是现在已经在做 这样子 因为我们好像发现说 这个管道 虽然说政府方面 不断的跟我们宣导说 可以这样子做 可是实际上好像 真正能够利用到的 就是说它的条件 好像讲的不是很清楚 所以说 就像前一阵队 台商在东莞 它经营困难的情况 比较明显的时候 政府不断的有团体 工商界团体说 你可以怎么样怎么样 只要让我们在当地的感觉 并不是这么一样的明显 那我是说 是不是这个示范区里面 是不是可以把台商 除了中国以外 因为 其实台湾的这个融资需求 尤其在东南亚 我们都看到非常多的朋友 大家都有这样的融资需求嘛 而且它第一个它的汇率 第二个它的利率 都不是我们想要的 譬如说有些地方 譬如说我是用 我用越南盾去借钱 可是越南盾它的这个汇率 汇率 它本身变化非常非常的大 那就是说 我有可能今天借一块钱 还的时候变返2.5块钱 这样子的一个情况 所以说 我不晓得说政府在 自由经济示范区里面 竟然有讲到金融业 那是不是说有这个 避免汇损跟利损的 这一个条件 给本国国民 这样子的一个考量 其实这个都是可以做 就是说你如果你要做一个受刑 你要避免你的汇损 那你就一开始再做这样 歪比贷款 就同时做一个hedge 就做避嫌嘛 对 去买避嫌就可以了 是是是 只是说我们不了解说 是不是 因为今天政府提这个概念 我想应该是 一个很 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很鲜眼的概念 就是会让我们有所期待 那就是说我们希望这个期待 能够更接近我们的理想 因为很多时候政府的宣导 可能跟我们实际上 要操作的时候 还是有 我跟你讲为什么过去不太容易 第一个我们以前台商过去设分行很少 而且台商过去的时候呢 刚开始是不准做 那个人民币业务 因为在当地你需要人民币嘛 大部分的台商在大陆的话 那第一年过去是不准 第一年是不准做这个人民币的业务的 所以到一年之后 所以那我们的台商去设分行 大概都是二二零一年年附近 所以一年之后 大概又要准备程序 大概都拖到两年 所以能够做人民币授讯的厂商 那个分行是不多的 那第二个刚才以前 外债管得非常非常紧 所以而且再加上以前是借美金 它不能让你不允许 因为以前人民币没有跨境嘛 最近它才开了一个昆山 那你可以直接从海外借人民币进去 所以我相信这个东西会改善 因为我们一般来讲的话 当然我们的资金成本比较多的是 用台币跟美金 可是你如果加进人民币的话 我们的汇率管理机制本身就很复杂了 而且我们本身规模都很小 并没有那个能力去做一个全盘性的 所谓的汇率 当然会有这个机制 可是能力不是这么多 这就是厂商要进步 你问我们在我们公司内部 现在因为你们都会亲自到不同币种 因为在处理 所以我们现在 所有的产生是我们银行 就是银行要提供你一个偷偷手入选 就是你手上持有美金人民币 然后你的资金 你可能是出口到美国 所以收的是美金 可是你在大陆生产 你的成本是用人民币计算 你可能资金超出放香港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你怎么样做你的币别币字的管理 一般来讲 其实专业的金融机构 它会给你一个整套的解决方案 好 好 请问还有没有问题 因为我们五点演讲 就是时间来不及 不像赶货全都迟到了 有个会要开 本来是应该4点20结束 我可以 有问题的话 我们留副院长在这边可不可以 我比较想问 好吧 下次有机会 因为我们五点开会 已经迟到了 好不好 谢谢 谢谢董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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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先抽两名的那个 那个 呃 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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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动电源 然后再抽 一个 哎呀 通常没了 吧 然后再抽 呃 一位那个 住宿卷 最后再抽两个 呃 租车卷 行动电源的是 黄伟伦 行动电源 另外一位是 杨彩琳 好 等下到前面櫃台拿就好了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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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册券是陈威宇 還有這個注册券是林中上 好,麻煩到會談 謝謝各位,今天謝謝各位,謝謝